在一个平平无奇的晚上 宁城娱乐酒店的一间浴室里 正发生着一场冲突 只见一位衣物凌乱 妆容狼狈的美人双手双脚被捆住 无助地蹲坐在浴池里 此时他也顾不上自身的狼狈 只小心翼翼地向对面的男人求情 好二哥 你就饶了弟弟这次好不好 可对面的男人并没有因为 废人的楚楚可怜而心软 反而是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废人的装扮 傅赵水面露微笑地看着狼狈的废人 他可不知道自己这位好弟弟 竟然还有女装的习惯 这副装扮虽然美丽 却着实碍眼 他不喜欢 傅赵水一边讲着闲话 一边将废人身上的装扮尽数扒曲 废人看着微笑的傅赵水 吞了吞口水 他知道这时候的傅赵水 是最不能被忤逆的存在 因此无论傅赵水怎样粗暴地对待他 废人也只是可怜兮兮地讲着软话 希望他的二哥哥能良心发现 放他一马 可傅赵水根本不理会废人的示弱 反而坐下来堂而皇之地翻起了旧账 他可还记得刚进入房间时 废人直接开口喊了副总 这凝成能有几个副总 废人心虚的解释实在叫傅凌峰 这次回来也只是想借点钱 傅赵水看着废人直到现在还在狡辩 一把将人拉起来 强硬地按在墙壁上 借钱跟二哥借不是更好吗 二哥不让你还都行 傅赵水一边按着废人 一边凑近 用暧昧的语气说着最冷酷的话 阿元 你还欠二哥一场随便玩 不会躲了三年 连这个都忘记了吧 废人震惊于傅赵水竟然会突然提起这件事 如果不是真的缺钱 他绝对不会再踏井凝成一步 偏偏那么倒霉 一来就被发现了 废人害怕继续惹怒傅赵水 只会让自己吃苦头 于是假装柔顺地说着好话 哄傅赵水先将自己放开 两人拉拉扯扯地着实不好看 傅赵水并没有如废人想象的那般放开他 反而越发得寸进尺 一边说着轻浮的情话 一边抚摸着废人的身体 好像是在检查废人消失的三年里 有没有出现什么变化 阿元 你长大了 我们俩之间的账是不是该算一算了 傅赵水不知在发什么疯 突然一把将废人搂进怀里 废人此时也顾不上装柔弱了 大力挣扎起来 傅赵水看到怀中的人那么不安分 也有些生气 反手批晕了废人 随着废人晕倒 两人之间的冲突也告一段落 傅赵水看着怀中的人 心中暗暗发誓 今天一定不会让你再逃走了 这时浴室的门突然打开 竟然是傅凌峰带着女伴闯了进来 原来傅凌峰本来准备带着女伴 找个房间休息一下 顺便交流交流感情 就随便在酒店里选了间房 结果一进门就听到浴室里有动静 打开门一看就发现是自家二哥 怀里搂着个人 衣衫不整地坐在浴池里 傅凌峰的闯入让傅赵水十分不爽 他回头用眼神催促二人赶快离开 傅赵水带来的女伴哪见过那么大的场面 一时间被眼神吓得大叫起来 傅凌峰此时也回过神来 赶忙将女伴赶出房间 回头走近才发现二哥怀中躺着的人 竟然是废源 傅凌峰现在也没时间仔细询问 为什么废源会出现在这儿 慌慌张张地让二哥赶紧带废源离开 不然等下撞上大哥 可就不是那么好说话了 毕竟大哥说过 再见到废源 一定打断他的腿 傅赵水不紧不慢地站起身 指挥傅凌峰拿毯子将废源包起来 等废源再次醒来 是在一辆车上 他小心翼翼地询问前面的人是谁 有什么目的 尼扑萨 前面的人冷漠地丢下一句话 就不再回答 废源一下就认出了傅凌峰的声音 激动地诉说 刚刚差点被傅赵水吓死 责怪傅凌峰怎么不早点来找自己 听着废源的抱怨 脾气再好的人也不免生气 傅凌峰阳怪气地问他 不是要走吗 跑了三年还回来干嘛 回来就算了 还撞到二哥手里 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 但傅凌峰还是念着兄弟情义 再骂了一顿废源 心情平静下来之后 询问他怎么回宁城了 废源看着对面人平静下来了 便开口说出要借钱的事情 傅凌峰虽然嘴上说着 废源拿他当扶贫办 但还是答应了他 说话间二人已经到了码头 傅凌峰劝说废源赶快跑 如果被他大哥抓住了 才是真的完蛋 估计傅大哥已经收到消息 赶来赌人了 一边说傅凌峰一边拿出衣服 催促废源换上 就在二人磨蹭期间 一阵汽车的轰鸣声 从远处传来 是傅大哥来了 废源来不及换衣服 撒开腿就往船上跑去 可就算这样 还是被车团团围住 难道就要到此为止了吗 废源心里绝望地想 飞着车门缓缓打开 车里的人也露出真面目 竟然是废源以前的仇家 此时对方看到堂堂废大公子 竟然那么狼狈 忍不住大声嘲笑一番 可虎落平阳被犬欺 废源此时根本没有精力 也没办法去反击 此时 一个人突然从背后将废源抱起 是傅赵水 傅赵水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废源 警告他如果再敢逃跑 自己一定会让他认识到自己的恐怖 随后就这样抱着废源回到家中 废源已经做好了被问责的准备 干脆直接摆烂了 要杀药寡西听尊便 傅赵水看着摆烂的废源 反而是让他快去卸妆洗漱 还蹲在废源身前 小心翼翼地解开束缚住废源双手的绳子 小心腾西的动作做不了假 恍惚间二人似乎回到了三年前 废源忍不住喊了一声疼 傅赵水看了他一会儿 转身去拿两刀准备直接割断绳子 废源看到傅赵水态度软化了 忍不住开口向他借钱 他真的很需要这五十万来救儿子小步的命 傅赵水听到之后脸立刻就黑了下来 废源敏锐地感觉到 他生气了 傅赵水隔断绳子之后 随手拿了张湿巾 粗暴地擦着废源脸上的妆容 废源还在为五十万做着努力 傅赵水终于忍不住了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废源会变得那么贱 为了五十万 不惜到处摇尾起怜 废源听着他的质问 突然也生出些不甘 他想要站起身来告诉傅赵水不是这样的 可一阵突然而来的眩晕打断了他 他正在这股眩晕之下 不甘地闭上双眼 昏了过去 傅赵水看着突然倒下的废源 直接慌了神 大声地喊着他的名字 废源又梦见了那个场景 在一片昏暗中 傅赵水浑身是斜地躺在地上 而废源只是眼睁睁地看着 随后突然转身跑走 随着小废源的离开 梦境也突然结束 废源被梦境吓得从床上突然坐起 身上的疼痛将他拉回现实 自己这是在医院 就在废源观察周边环境的时候 傅赵水开门进来 他给废源带了早餐 鱼片粥 瞎饺全是废源喜欢吃的 废源指挥傅赵水将早餐摆在桌子上 傅赵水看着不自觉撒娇的废源 没说什么 将早餐摆在桌子上看着他吃饭 随后表示要给废源上药 废源哪敢让傅赵水亲自给他涂药 可傅赵水早已强硬地抓住了他的脚 只见傅赵水是若珍宝地捧起废源的脚 手法轻柔地为他上药 害怕废源会感到疼痛 在涂完药之后还轻轻地对着伤口吹起 废源竟然直接打翻了碗 他大惊失措地向傅赵水道歉 可并没有迎来责怪 反而是傅赵水的安慰 我们阿元比这更贵重的东西都砸过 只是一个碗 二哥怎么会怪你呢 说着还亲手喂了他一个瞎脚 废源嚼着瞎脚 回忆起从前二哥也是这样宠爱自己 只是什么都变了 回过神来的废源谗媚地笑着 说自己不该不识抬局打翻二哥带来的午饭 不劳烦二哥动手惩罚自己 自己就是欠条教 说完就开始一巴掌一巴掌往脸上扇 傅赵水看着废源说着自清自荐的话 还做出那样低姿态的模样 终于忍不住制止住废源继续自残 此时的废源满脸红肿 但脸上还挂着笑意 他知道自己赌赢了 傅赵水不会留下来看他这服下件模样的 果然 傅赵水在瞪了废源一眼之后 愤然离去 废源也不想傅赵水伤心 可他有必须这样做的理由 他一定要尽快凑齐这笔钱 废源慢慢走出病房 走廊里并没有负赵水的人看守 他走到公共电话旁边 犹豫了一会儿 又将电话放下了 废源 以前你飞车跑马 人人都乐意捧着你 可现在 谁还会来理会你呢 大家都巴不得看你笑话吧 废源独自走出医院 此时的他已经感到一丝后悔了 早知道刚刚应该好好吃饭的 二哥的虾脚还是像以前一样甜 就在废源想事的时候 突然有人从背后抓住了他 是屈消 废源的发小 真倒霉 怎么不想见的人排着队 都能找到他 还不等废源反应过来 屈消已经半拖半拽地 将废源拉到他的车上 毕竟他可是要好好和废源 算一算他的好弟弟 欠自己的债 毕竟是那么多年的发小 屈消也不愿意为难废源 承默只要他将废坤交出来 这事儿就算两清 毕竟废坤欠的钱 算上利息已经上亿了 废源作为宝人 也不好推卸责任 可废坤早就不知道 跑到哪去了 面前全是死路 废源看不到一丝活路 说话间两人到了屈消的家 这还是废源逃跑后 第一次跟屈消坐在一起谈话 此时的废源 已经不像三年前的大少爷一样 浑身都透露着小心翼翼 屈消一眼就看到了 废源手上的伤口 质问道这是怎么弄的 你回来见过敷照水了 废源心虚地回答 谁承想屈消直接就将废源甩开 恨铁不成钢的吼道 废源你是忘记了 他把你害得家破人亡了吗 难道你只有死在他手上 才罢休吗 屈消并没有等到废源的反驳 回头一看 发现废源浑身脱离地坐在地上 他赶忙跑过去看废源怎么样 发现人只是有些滴血糖之后 没好气地将自己的衣服丢给废源 随后去厨房准备饭了 废源裹着屈消的衣服思考道 要赶紧跑 在路过玄关的时候 看到了二十几人一起拍的照片 废源怀念地看着照片中的干妈 此时屈消也端着简单的餐饭回来了 废源忙着埋头苦吃 只有屈消一个人在叙叙叨叨 说着三岁看老 早知道废坤不是什么好东西 嘲讽废废源不知小时候被废坤坑 长大了还让他坑了个狠的 他这个性子迟早被别人骗死 又问废源为什么偏偏在傅家 如日中天的时候回来 傅应山可是放了消息要抓他 死活不论的 甚至傅赵水也是知情 并且允许傅应山这样干的 废源忍不住打断屈消 说自己回来跟他们没关系 纯粹是来借点钱 给自己的儿子治病 屈消听到之后直接不淡定了 反复询问是不是废源轻声的 废源挠了挠头 说是的 是亲儿子 毕竟这孩子是废源一手带大的 跟亲生的也没什么区别了 屈消还在感慨这几年不见 废源孩子都有了 废源却直接扑通一声 跪在屈消面前 郑重地磕了一个头 说这些年最对不起的就是屈消 当年骗他把弟弟带走 欠他的钱债勤债早还不请了 但是希望看在那么多年的勤奋上 最后借给自己五十万 下半辈子无论当牛做马 他废源都认了 屈消心疼地拉起废源 他不敢想象这几年废源究竟经历了什么 但屈消还是松口答应借给废源钱 只不过废源必须答应自己一个条件 月黑风高下雨天 正是逃跑的好时候 废源从屈消架中离开后直奔宁城火车站 飞机高铁坐不了 只能赶火车了 虽然屈消帮着引开了一些人 但车站里依然到处都是傅家赶来搜查的保镖 没一会儿废源就被发现了 他慌不择路地向外跑去 一不小心就撞到了一个人 抬头一看 竟然是傅兆水 傅兆水拉着废源走进安全通道 二人一路躲躲闪闪 终于通过检票进入车厢 一进去 废源就忍不住寒冷 傅兆水一把将人抱住 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对方 废源也在傅兆水的怀抱里想到了从前 傅兆水的怀抱一直那么温暖 让人忍不住贪恋 就在废源沉溺在傅兆水怀抱的时候 只听见傅兆水冷冰冰地说道 还记得二哥说 你在逃跑我要怎么惩罚你吗 废源被吓得直接推开了傅兆水 可手腕上的伤还是让他痛苦不堪 傅兆水赶紧上前查看废源的伤口 询问他是不是疼得厉害 需不需要叫医生 废源挣脱出傅兆水的禁锢 故作轻松地说自己一个大老爷们 这点小伤算什么 傅兆水看着对面人 叹了口气说道 阿元 这时乘务员突然过来捡票 二人买的是战票 来卧铺是违规的 废源一边鞠躬一边道歉 说自己就是来找朋友说话话 马上就走 傅兆水看着废源卑躬屈膝的模样 说了句够了 把腰直起来 他会去补票 废源你最好留在这里哪都别去 说完就浑身散发着低气压走了 傅兆水将废源抵在墙上 告诉他不用对那些人低三下四 可刚刚在傅兆水眼中低三下四 不值一提的事情 在过去的三年里 废源经历了无数次 甚至跟他平时面对的那些糟心事 比起来压根不值一提 废源抬起头 看着傅兆水的眼睛缓缓说道 自己是欠了一屁股债的亡命之徒 是没资格对着那样 有正经工作的清白人摆架子的 而且就像傅兆水说的那样 自己只是一个可以为了五十万 低三下四 摇尾起人的不要脸的人 又有什么资格摆架子呢 傅兆水打断废源的自清自荐 生气地问到什么时候 学会用话来赌人了 随后将外套脱下递给废源 让他将湿掉的衣服换下来 然后离开 废源看到离开的机会 忙不迭地表示不需要换掉衣服 二哥好好休息 自己这就走 傅兆水看着废源逃一样离开的背影 陷入沉思 废源跑到卫生间 打开水龙头洗了把脸 二十多年的时间 自己不但没混出什么名头 反而活得一塌糊涂 倘若没有遇见傅兆水 废源会怎样度过一生 应该是挥霍闲钱 娶妻生子 无忧无虑地度过一生 最后儿孙绕息 满足地死去 但现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了 那种生活对于废源来说 甚至是种渴望 废源走到火车连接处 靠着墙慢慢蹲了下来 他突然想到 傅兆水曾经跟他说过 绝望是种罪过 多可笑啊 恰恰是带给自己最多绝望的人 教会了我这句话 废源苦笑一声准备站起来 可长时间的奔波 让他原本就不算好的身体 更加不堪重负 一个重心不稳就要向地上倒去 幸好后面一位热心大哥接住了他 大哥的老婆看废源脸色那么差 就邀请他去他们的座位上坐一会儿 还贴心地递给了废源一些食物 期间废源一直在道谢 当他看到对面大哥 给他老婆带发卡时 忍不住想到了自己的干妈 那是在自己母亲去世后 唯一真正关心 爱护自己的人 可这样好的一个人 还是因为自己 落了的凄惨下场 是自己对不住干妈 凌晨时 对面的女人突然感到一阵腹痛 她就要生产了 可整个火车脏乱嘈杂 就算真的有医生 这样的环境 也不能够支持孕妇正常生产 废源被眼前的场景吓傻了 她想到当初妈妈生肺困的时候 也是流了那么多血 所以才会难产 废源不想帮助过自己的人遭遇危险 于是决定带他们 去找一个安全干净的地方 废源带着大家敲响了 敷照水的房门 用最快的速度 讲述了一遍情况 敷照水听完后 十分善解人意地让出房间 废源和敷照水两人 站在走廊里 废源搓着衣脚 满怀歉意地向敷照水道歉 那么晚还打扰她休息 敷照水没有说话 她注意到废源的手上 还沾着刚刚蹭上的血 拉着人去卫生间洗手 废源感受着敷照水 布满脖茧的双手 当初她注意到敷照水 也是因为这双手 那是八年前 两人第一次见面 废源陪着傅凌峰去车站 接集训回来的二哥 两人第一次见面 没有什么刻骨铭心 也没有什么狗血情节 只是一次普通的握手 从此之后 废源就对傅赵水 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思绪被傅赵水的话语拉回 她凑近废源耳边 询问她怎么不晕血了 若无其事地 拽着废源的双手 说着情话 废源猛地将人推开 哀求道 傅二爷 求求你放我一条活路吧 傅赵水猛然被推开 还没反应过来 赵然听到废源 竟然这样称呼她 心中更是怒火中烧 废源想怎么叫她都可以 独独不能喊她傅二爷 废源还在一边苦苦哀求 自己年少无知 招惹了傅二爷是自己的错 可废氏已经为此赔上全部家当了 甚至连自己的父亲都以死谢罪了 这难道还不够吗 傅赵水你究竟还要怎样 才能够放过她 沉默的气氛在两人之中蔓延 傅赵水上前一步 抬起废源的下巴 沉声让废源记住 自己是她唯一的活路 废源看到傅赵水强势的模样 更加崩溃 一时间流着眼泪 问道为什么一定是自己 傅赵水你仇人那么多 为什么不能是别人 因为他们都不是你 傅赵水望着废源的眼眸 缓缓说道 她已经给过废源一次逃跑的机会了 但废源偏偏回来了 那么从今以后 就算是死 两人的骨灰都要搅在一起 永不分开 说完傅赵水就狠狠地吻上了废源 废源痛苦地挣扎 却挣扎不开 她又舍不得伤害傅赵水 只能狠狠地咬向自己的舌头 傅赵水尝到血腥味之后 猛地甩开废源 愤怒地说 她给人添堵的本领真是了不得 两人之间的气氛剑拔弩张 傅赵水狠狠一拳 打上废源旁边的车厢 随后深深看了废源一眼后 就离开了 废源一人留在原地 痛苦不已 她已经答应过取消 从此以后永远离开宁城 再也不和傅赵水纠缠 即使没有取消 废源也不会再和傅赵水 有任何关系了 不知过了多久 一生婴儿的体哭划过夜空 是刚刚那对夫妻的孩子 平安出生了 废源快速离开卫生间 正好看到刚刚的大哥 在走廊里跟傅赵水道谢 大哥看到废源之后 一把将人拉到傅赵水的旁边 说着要好好感谢二人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 自己的老婆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两人尴尬地迎合着大哥 废源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 这样纯粹的善意了 一时间有些开心 这时包厢的门也打开了 产婆抱着孩子走了出来 包裹着孩子的墙保 竟然是傅赵水的外套 废源这时也注意到 傅赵水的换洗衣物 竟然全都被随意装在一个塑料袋中 大哥关心孩子 跟两人匆匆打了声招呼 承诺等他安顿好老婆孩子之后 会原价赔偿二人的损失 随后就慌慌忙忙地去救护车上了 废源看着实话的傅赵水 一时间也有些抱歉 想着他反正是赔不起 傅赵水那些死贵的衣服 正巧这时乘务员过来 感谢他们能够无私 将房间奉献出来帮助他人 如果不嫌弃可以先穿这件衣服 废源接过衣服后 被傅赵水拉着下了车 现在傅林山的人都在车上 二人现在下车无疑是最稳妥的 傅赵水穿好衣服后 一把将废源拥入怀中 废源害怕被追兵发现 并没有挣脱出傅赵水的怀抱 他贪婪地嗅闻着傅赵水身上的气息 那是令他无比安心的存在 两人快步离开车站 果然到处都是大哥喊来的追兵 废源看着傅赵水带着他 一次又一次躲过追兵的检查 不由自主地夸赞起傅赵水的厉害 恨不得立刻给他种上一整个橘子圆 傅赵水却没听懂废源的玩笑话 只是说自己不爱吃橘子 废源不明白 怎么傅赵水不到三十岁的人 竟然活得那么无趣 傅赵水看出了怀中人的嫌弃 话锋一转说道 我爱吃阿元 多给我种几个阿元吧 废源看着傅赵水 一脸正经地说着婚话 红脸皱骂了一句流氓后 就再也不开口了 两人站在大街上无处可去 偏偏这时天上还下起了大雪 废源看着站在自己旁边的二哥 心想绝不能再连累他了 于是准备开口叫人回宁城去 傅赵水没有理会废源 反而转头说自己胳膊好痛 傅赵水的胳膊受过几次重伤 现在还能动都已经是奇迹 万万不可被动坏了 废源听到后大惊失色 立刻扑上去抱住了傅赵水的胳膊 一边捂着一边摩擦来让他暖和一些 然后拉着傅赵水满大街找宾馆 可事已愿为 二人走了好久 恰逢春运 路过的宾馆全部客满 没有办法两人只能随便在路边 找一家小旅馆居住 果然一进门前台就狮子大开头 只剩一间大床房 五百亿碗 爱住不住 废源在确认有热水之后 咬咬牙决定就在这里居住了 两人在进入房间之后 废源立刻推着傅赵水 进入卫生间洗漱 傅赵水说衣服太小了不好脱 废源就帮着他脱衣服 期间废源一个脚滑 两人跌倒在一起 傅赵水双手撑着 才不至于两人都摔倒 废源红着脸推开傅赵水就要离开 可傅赵水躺在浴缸里 叽叽歪歪地喊着胳膊疼 废源又不忍心了 只好任命地回去 用热毛巾仔细擦拭着傅赵水的胳膊 历经千辛万苦之后 终于洗好了澡 废源将傅赵水紧紧包裹在被子里 生怕他冻到一点 听到二哥说还是有点冷 废源立刻起身准备下去 再要一床被子 傅赵水劝说到还是赶快休息 毕竟都奔波一天了 废源根本没有考虑留下来过夜 他只想着先安顿好傅赵水 然后自己就去赶长途骑车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傅赵水没有抢求废源留下 只是说麻烦他走的时候摆脱前台一下 多上来看看自己 免得大半夜疼死在床上还无人知晓 废源听到傅赵水这样说 立刻心疼不已 决定留下来陪傅赵水到天亮 废源洗漱完之后 犹豫在哪休息 毕竟房间里只有一张床 傅赵水往旁边挪了一下后 说自己不在意 两人急急也能睡 于是废源便上了床 蜷缩在角落安静休息 半夜 傅赵水突然转过身来抱紧废源 还不等人挣扎 只听傅赵水喃喃说道 三年五个月十二天 我以为再也等不到你回来了 阿元 你怎么会那么狠心 废源蜷缩在傅赵水的怀抱里 听着他在自己耳边痛苦呢喃 一时间根本没有离开的念头 可自己这样一个罪人 真的有资格获得幸福吗 在这个夜晚 废源放纵自己沉溺在傅赵水温暖的怀抱里 坚信只要自己装顺不被发现 就能再多停留一会儿 混乱的梦境包裹着废源进入更深的梦魇 一会儿他第一次见到傅赵水的场景 一会儿是废家老宅着火的场景 一会儿又变成了那场车祸 傅赵水伤痕累累地躺在马路上 废源努力挣脱出梦境 回头去看到傅赵水不见了 恰巧这时有人敲门 是傅凌峰 他怎么会找到这里 废源打开门 傅凌峰拎着一个大包自顾自走进来 看到房间里没有二哥的身影 还有些诧异 明明是二哥自己打电话叫他来 现在又不见踪影 傅凌峰看着废源说道 不是来借钱的吗 怎么还把我二哥拐走了 给你五十万 把我二哥还回来 还没等废源接话 厕所里突然传出傅赵水的声音 二哥在你这里才值五十万 傅凌峰一听到二哥还在 立刻不敢放肆 废源打开傅凌峰带来的包裹 发现是一堆衣服 便随意拿了几件开始往身上套 穿着穿着发现内裤的尺码那么大 是不是傅凌峰戴错了 结果傅凌峰说这是二哥的衣服 但已经穿了一半了 废源也不好意思再脱掉 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穿 这时傅赵水也从厕所里出来了 趁着傅赵水换衣服的时间 傅凌峰终于注意到 废源对傅赵水的称呼发生改变了 于是把废源拉到一边 询问怎么突然喊二哥二爷了 还没等废源回答 他就被二哥叫过去给废源找衣服了 傅凌峰不情不愿地翻找着衣服 他还以为是二哥要带他去旅游呢 废源换好衣服之后 准备向二人告别 他已经借到钱了 再留下来拖累他们两个也不像话 傅凌峰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 竟然直接问出来是谁还敢借他钱 废源硬着头皮说是傅凌峰未婚妻借给他的 傅凌峰立刻大声反驳他哪来的未婚妻 随后却突然想到好像还真有那么一个人 不过那不是一个乌龙事件吗 废源可不管那么多 他一脸坏笑地帮傅凌峰回忆 还说当时傅凌峰和人家一吻定情 嚷嚷着一定要把人娶回家呢 那是十五年前 废源约着几个孩子一起玩 十岁的傅凌峰看到取消后立刻走不动了 心想这妹妹好美 于是直接冲上去亲了人家一口 还承诺以后一定把他娶回家当老婆 转眼那么多年过去 两人也很久没见面 傅凌峰还有些怀念当初那个可爱的小孩呢 傅凌峰疑惑地询问傅凌峰的未婚妻是谁 他怎么不知道 可傅凌峰明显不想多说 只是感慨的句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不用再提 傅凌峰也没多问 只是说让傅凌峰帮废源把钱还了 等下找他报销 废源听到后立刻拒绝 说自己可以还钱 不用二爷多操心 傅凌峰没有理会 转头向傅凌峰询问有没有把月也开来 废源着急回去给他儿子动手术 傅凌峰听到傅凌峰竟然那么疯 要在大雪天开车送傅凌峰回去 那么危险他们不要命啊 可显然没人听进去他的劝阻 二哥根本不理会自己这个弟弟的死活 用完就丢 那么大的雪 竟然让自己打车回去 但傅凌峰是不敢在二哥面前撒泼的 就在傅罩水检查车子的空隙 傅凌峰一把搂住傅凌峰 快笑着说谢谢他帮忙还钱 还预祝他旧情复燃 两人在雪地里打打闹闹 一切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一直压在傅凌峰身上的石头也有些松动啊 两人在雪地里尽情玩闹 直到傅罩水将傅凌峰从地上拉起 将他身上的雪花拍去 傅凌峰知道该走了 于是嘱咐傅凌峰注意安全 有缘下次再见 傅凌峰看着渐渐远去的车子 感慨自己二哥那么帅一个人 怎么就非认准傅凌峰了呢 傅凌峰独自一人在街上走着 看着远处开了一辆红色月夜 心想开车的肯定是个性感美女 结果车窗摇下来后 发现里面做的是驱消 傅凌峰一脸无语地看着车里的人 心说还真是冤家路窄 七年前傅凌峰去费家做客 看到了长大的驱消 傅凌峰并没认出来 他就是小时候那个漂亮妹妹 还是费缘调侃 这才知道自己心心念念了 那么久的小美女竟然是个男的 驱消看着傅凌峰的态度 敏感地想是不是这个哥哥不喜欢自己 又是几年过去 三人渐渐长大 费缘还是一直在玩未婚妻这个梗 每次傅凌峰听到都会狠狠制止他 并威胁他不准告诉别人 驱消看着两人打闹 一时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时间回到现在 驱消看着独自走在路上的傅凌峰 邀请他上车坐坐 估计他是被抛下了 不如上车来 自己还能送他回去 傅凌峰虽然有些尴尬 但是也没有什么别的解决的好办法了 高速休息站内 傅兆水买了一些零食饮料 递给车内的费缘 他心疼费缘长途跋涉 于是就让他去后座躺着睡觉 费缘躺在后座 明明很累却怎么也睡不着 他望着正在开车的傅兆水 默默想到 朵朵藏藏了三年 兜兜转转一大圈 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 难道自己的命运轨迹 注定和他纠缠在一起吗 等费缘再次睁开眼时 已经天光大亮 他担心地看着傅兆水 询问需不需要换他来开车 毕竟傅兆水已经不眠不休地 开了整整一夜 就算是铁打的人也该累了 正巧前面有一家农家乐 费缘就提议先去那边 吃点饭休息一下 到了之后 费缘随便要了些菜 又在楼上要了间房 准备等吃完饭后 让傅兆水去楼上休息一会儿 两人刚坐下准备吃饭 费缘下意识地 就要给傅兆水倒水喝 饭店里的老板娘看到后 一脸微笑地说 兄弟两人感情真好 费缘这才回过神来 或许是多年之间养成的习惯 让他不知不觉 就想要照顾傅兆水 费缘将茶壶放下 假装无事发生 傅兆水却突然搬起凳子 凑到费缘旁边 什么也不做 就是一直盯着他看 费缘被看得面红心跳 终于忍不住投降 拿起水壶恭恭敬敬地 给傅二爷添了一杯水 吃完饭后的两人回到房间 傅兆水招呼费缘 也上床休息一会儿 费缘讨好的笑着说 不用了 自己要去处理一下衣服 傅兆水看着费缘 一心拒绝自己的样子 上前一把将人扛起来 丢在床上 然后齐身压了上去 费缘被傅兆水 突然的动作吓坏了 一时间开始剧烈挣扎 傅兆水将身下人的动作 悉数镇压之后 恶狠狠地在费缘耳边说道 你可以叫得再大声一些 最好将人全都吸引过来 让他们看看我们在做什么 费缘不愿意让别人 看到自己这扶狼狈模样 也渐渐收敛了声音 这时傅兆水突然抬起手 费缘以为是自己 将人气地要来打他了 立刻缩起脖子 瑟瑟发抖 这是一个绝对的保护姿势 这样就算挨打 也不会伤到要害 傅兆水看着 怀中瑟瑟发抖的人 心疼得皱起眉 费缘究竟经历了什么 才让那个肆意张扬的小少爷 变成了如今这幅 惶惶不可终日的模样 傅兆水这时也没了 吓唬费缘的心思 只吻了吻他的额头 将人抱在怀里说 睡吧 不会有人打扰你的 费缘躺在傅兆水 温满的怀抱里 就这样睡了过去 等费缘醒来的时候 两人依然是紧紧拥抱在一起 费缘悄悄地移开手 准备从床上起来 傅兆水却一把 将人拉进怀中禁锢住 询问费缘想要逃到哪去 问完也不听费缘的回答 直接俯身亲了上去 暧昧的气息在两人之间环绕 这一刻天地之间只剩下了彼此 突然 傅兆水发现窗户外有个人影 恰巧此时房间门也被敲响 傅兆水将费缘藏在身后 看着门口出现的不速之客 竟然是老板娘 老板娘打开门后也没有寒暄 直接就询问二人急不急着赶路 听说前面不远处的国道上出事故了 傅兆水忙套了衣服去开门 和女主人详细询问情况 等到傅兆水说完话回来 就看到一副勾人的香艳景色 费缘睡眼惺忪 巴掌大的脸上带着红蕴 卫衣宽大的领口露出小片雪白的肩 坐在床上毫无防备地眯着眼 傅兆水暗骂了一声妖孽 过去给费缘拽正衣领 动作略显粗暴 费缘邪腻了她一眼 不晓得自己哪里又惹她不痛快 挑下床躲开她的手 自己套上羽绒服 与她保持距离 傅兆水搓了搓她的额头 把羽绒服上的帽子给她扣好 拉着她的手往门外走 路况不知怎样 我们得去看看 费缘不想她这样拉着自己 按搓搓要抽回手 傅兆水扣住她的手指 往自己兜里一插 费缘被拖得亮强一步 老老实实靠在傅兆水身边 两人一路走 一路在雪地上 留下两串并行的脚印 国道上事故严重 连环车祸 死伤惨重 今天之前是没法通行了 傅兆水下车问情况 这事故就发生在 他们停车吃饭的时候 她不禁看了眼车里的费缘 若不是费缘叫她休息 怕是他们的车 也要挤在那群变形的车辆之间 想到这儿 傅兆水心中一动 回到车上 费缘问她什么情况 傅兆水将人一把捧住 轻了地说 费缘被轻得气喘吁吁 不知道傅兆水 是在发什么神经 傅兆水抱住费缘 后怕地说着 如果不是她 两人今天怕是要出危险了 费缘听后也害怕得不得了 最后决定 还是返回农家乐居住一晚 雪天阴雨 五六点天色暗下来了 费缘借傅兆水的手机 蹲在屋外打电话 问孩子的情况 傅兆水站在旁边 听到费缘不断重复 宝宝别怕 爸爸马上回去了 电话里有个女生喊道 费缘 不行 医院不给延期了 你至少弄上一万 不然我就得抱小布让床位 费缘急得冒烟 她兜里揣着卡 却没办法给她 真是恨自己 伸不出双翅膀飞回去 手机给我 我来解决 费缘呆望福照水 男人抽走她手里的手机 问了问对面的情况 然后又打了两通电话 等了阵 女人回过线 事情解决了 费缘松了一口气 疲惫地向惊元道谢 还要麻烦她 再照顾小布一阵子 电话挂断后 副照水一把将人拖到怀里 收紧手臂 低声道 我一直觉得 你还是个孩子呢 没想到你当爸爸 也有母有样 费缘愣了愣 语气嘲讽道 我早不是孩子了 该做的都做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费缘正脱开 通红的眼睛看了她一眼 她心里难受 拿副照水撒气 着实不应该 费缘揉了揉冻僵的鼻尖 低声道 我胡说的 抱歉副照水没应声 他们之间错综复杂 一团烂账 说不清谁对谁错 费缘紧绷地身体放松 对费照水道 谢谢真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用你自己偿还吧 费照水知道 这不是个聪明的回答 可是她按不住心里 那只恶兽 她想吞掉费缘 费缘脸色煞白 响了一阵 低声道 能不能等回去 费照水拉开房门 我要说不能 你准备怎么办 费缘脸色苍白 似乎震惊 费照水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但冷了一阵之后 强迫自己迈开腿 走进费照水拉开的门 费缘和费照水两人 排排坐在床边 静静听着火炉的闭波声 临近过年了 乡下收拾屋子收拾得早 窗明激进 正对着床的窗户贴了红纸 上面写了喜庆人家四个字 费缘望着那个大红的喜 想到新婚的红字 她曾经那么期盼 有一天和费照水名正言顺 成为合法伴侣 费照水摸了摸她的头发 起身去把窗帘拉上了 费缘浑身紧绷 手攥紧了膝头的布料 她看着费照水向她走来 两手紧张的冰凉 二爷关灯行吗 费照水没有答应费缘的请求 反而强硬地说我要看着你 费缘吞咽一下 垂下眼点了点头 她知道自己没得逃了 一狠心 咬牙站起身 主动亲吻着顾照水的唇 然后渐渐蹲下 恶狠狠地去扒她的裤子 他们的样子看起来 一点也不像要恩爱 反倒是像一对仇人 费照水看着费缘低头 准备干些什么 终于忍不住将人丢在床上 费缘知道费照水不会强迫她 所以这次他们俩人之间的债务 已经偿还结束了 他们两清了 费照水看着费缘得意的模样 一拳打在枕头上 随后留下一句狠话 便走进厕所 费缘躺在床上 听着卫生间传来的阵阵水声 缓缓闭上了双眼 梦里费缘和费照水恩恩爱爱 两人之间的甜蜜 是任何人都插足不了 费缘忍不住喊了上二哥 然后就睁开了双眼 刚刚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境 现在梦醒了 就不该再继续了 费缘猛地从床上坐起 因为动作太快 还呛了一下 费照水赶忙拿起水壶 给费缘倒了杯水 费缘蹲蹲蹲蹲 把那一杯水干了 末了用手被擦了擦嘴 客气道 谢二爷滋润 费照水要去放水杯 费缘爬起来喊道 二爷 费照水回身看她 费缘伸出手 勾了勾 杯子给我 费照水不明所以 递给她 看她将杯子束在床中间 仿佛楚河汉剑一般 将床上划出一条分界线 割完水以正清白 费照水都快被气笑了 有意思没 你和我之间还有清白可言 费缘对着她不正经道 以前没有 现在有 一笔归一笔 交易完成 该不退换 二爷今天说够了 那今天的就算结账了 费照水看着费缘无辜的模样 叹了口气 转头直接离开了房间 费缘听见房门正响 整个人一放松 烂泥般摊在床上 他真不值二爷这么上心 半夜 费缘的床边站着一个黑影 那人慢慢将手放在费缘身上 缓缓游走 刚开始费缘以为是负照水 于是便没有在意 直到那人突然捏了费缘一下 费缘才警觉此人绝不是负照水 傅二哥做不出这样不要脸的事情 那此时在自己房间里的人 到底是谁 你他妈谁 寂静的夜被费缘这声怒吼打破 黑影受到惊吓 立即想跑 费缘发现自己被的灯徒子猥亵 怒火翻天 破口大骂 你祖宗 老子的豆腐你也敢吃 抄起凳子就朝那人砸去 凳子砸向房门 将整个院子都吵醒了 费缘想要逃跑 却被黑影抓住 吻在地上 费照水赶来时 就看到费缘一观不整地 被吻在地上 那人嘴里还不甘不惊地 侮辱着费缘 费照水冲上去 拳脚带着害人的风声 刚开始那人还不服 一直嚷嚷着叫骂 随着费照水 一拳一拳打下去 那人忍不住开始求饶 可费照水依然没有停手 费缘看再打下去 费照水的手就要废了 赶紧拉住他 让他停手 费照水在费缘的哀求中 喘着粗气停手 费照水没多废话 和费缘收拾好两人的东西 走进院中 雪停了 橘黄的院灯照在雪地上 也照在神色各异的 遗院村人脸上 费缘站在门口 听到人群吵吵嚷嚷 尤其是那个尖嘴猴塞的泼皮 跟其他人叫唤 一看就是老板带着小蜜 小蜜不都是女的 则 你看他长得不比女人还妖媚 一一恶心累 男人不靠本事挣钱 反而靠出卖身体 婚话不堪入耳 费缘心口窝火 但手脚却是冰凉的 他无力反驳 没人在乎他到底是不是卖的 他们只是享受 践踏他人的感觉 这时人群中 一个尖嘴猴塞的人说道 怪不得打人不服医药费 怕不是留着包小蜜吧 费照水看着眼前恶心的男人 无可忍 从口袋里掏出一打钱 砸在他脸上 医药费 随后就一拳揍了过去 两人回到车上 车里冷得像冰窖一样 似乎是还没从刚刚的变故中回过神 费缘依然在瑟瑟发抖 费照水握住他的手 柔声说道没事了 现在国道估计已经清理出来了 可以离开的 费缘看着费照水一边开车 一边关心自己的样子 渐渐放下心来 躺在座位上睡着了 等费缘醒来时 发现费照水不在车上 下了车才发现他一个人 偷偷躲在外面揉胳膊 费缘赶忙将外套披在他身上 责怪他为什么不在乎自己的身体 边说边将费照水挽起的袖子放下 虽然胳膊上已经看不见伤疤 可当时留给费照水的伤痛 都是实打实的 或许离开费照水 才是对他最好的选择 费缘想明白之后 郑重地给费照水锯了个功 说马上就到镇子里了 就算二爷不送自己也没事的 这几天感谢二爷的照顾了 这份恩情自己会永远铭记在心的 说完转身就要离开 费照水抬手抓住费缘的胳膊 将人拉回来 凑近说道 恩情不是用来铭记的 是要偿还的 费照水看着费缘说道 为了给你儿子留纳的床位 我叫人先垫付了二十万的费用 你要么负现 要么用身子底 我从来不是什么好人 也不做亏本买卖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费缘回头瞪他 费照水道 刚才可怜你 让你睡了会儿 要不然现在就让你还 费缘气得浑身汗毛直立 怒道 给你钱 现今 费照水脸色阴冷 你拿取消的钱给我 费缘不晓得 他从哪知道这笔钱的来历 这下他是真怕了 费照水最不待见取消 费缘连忙放软态度 提起点笑容 换他 二爷这一生没等换完 费照水就打开车门 将人压在后座上 用力稳住 迷离之中 费照水终于放过他的唇 低沉的声音微哑 我不动他 还会替你还了债 你只能牵我一个人的 费缘喘着气 费照水手指点了点他的心口 你欠的债 用自己还 我不要你的钱 两人来到医院门口 费缘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阻止费照水跟他一起进医院 二爷 您真不用跟着我 我现在就是条狗 您一句话说 打死就打死了 哪敢逃跑 费照水抿着嘴 吸了口气 稳定血压 淡淡道 你是条狗没错 还是条智商不怎样的哈士奇 撒手就没 可不得看警点儿 费缘默默吐槽 那你亲我岂不是就在亲狗 两人来到小布的病房外 费缘刚到惊吓 就哭着扑进他怀里 一边说着担心费缘不能暗示回来 一边说自己好害怕 费缘柔声安慰安慰着 然后让人先去厕所洗把脸 费照水黑着脸看着这一幕 等人走了之后 忍不住出声说 我不是让你别再跟女人拉拉扯扯了吗 费缘听到这话后 整个人直接炸了 不跟女人拉拉扯扯 难道和你不亲不楚吗 你不是都要结婚了吗 又有什么资格来管我 六年前 费凌峰的生日宴上 费缘和费凌峰坐在一起 看着费二哥身边阴阴厌厌环绕 费凌峰说 那是大哥给他挑选的联姻对象 费缘最好别去妨碍二哥跟人培养感情 不然他们两人之间朋友都没得做 费缘故作轻松地说道 不会的 他压根就和费照水不熟 费凌峰听后 开心地搂住费缘的脖子 说道太好了 可敏锐如负凌峰 他怎么会看不出费缘和二哥之间的猫腻 费缘真的能放下二哥吗 这时 傅家四小姐傅义云刚好来喊三哥一起坐船 于是就独留费缘一人坐在原地 费缘低下头 看着不自觉滑落的泪珠 想着真难看啊 自己怎么会混成这个样子 思考间费缘突然听到有人大喊救命 原来是有人在湖边玩耍时不慎落水 费缘想都没想就直接跳下去救人 比他早一步下去的正是负赵水 两人一人拖着一个从湖中上来 被负赵水救上来的陆诗瑶不禁对着富二哥放心安许 可他不知道自己的魅眼都抛给瞎子看了 此时的负赵水满心满眼都是费缘 他走过去亲自给费缘披上毛巾 担心的询问没有着凉吧 可陆诗瑶绝不会放弃自己看上的东西 负赵水一定会是他的 几个月后 各大媒体都发布了陆诗瑶和负赵水即将订婚的消息 费缘看着负赵水等待着他的解释 负赵水看着费缘说道 你明明知道除了你 我对谁都没感觉 可已经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费缘并没有理会 反而扭头就揍 丝毫不理会负赵水的花言巧语 负赵水看到费缘油盐不尽的样子有些急了 他再也经受不起费缘再一次离开了 于是将人直接拽进了小布隔壁病房 负赵水已经将病房包下 因此这里不会有人来 负赵水解释完后直接向费缘吻了过去 他要用行动证明 这些年他除了费缘 没有和其他人发生过任何关系 两人亲吻着 一路跌跌撞撞倒向床铺 一事一宁 费缘看着熟睡的负赵水 恨不得时间在这一刻停止 这样两人就可以长相厮守了 负赵水突然睁开双眼 费缘还以为是自己将人吵醒了 于是连声道歉 可负赵水却没有生气 反而将费缘搂紧 在他额头上轻了又轻 似乎是在对待什么珍宝一样 第二日 费缘凭借着撒娇大法 好不容易让负赵水松口他去上班的事情 结果到了公司 却发现客户被抢了 狗经理表面上说 是年底给分薪客户 可自己当初一点一点 谈下来的老客户全给了别人 可为了年终奖 费缘也只能捏着鼻子刃了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 突然看到了驱消 费缘疑惑 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 驱消上前打了的招呼后 表示自己的新店即将开业 他来这里看一下 费缘没想到自己竟然那么幸运 这店竟然是驱消的 当即拉着人要进屋详谈 这时却突然有人出声叫住了费缘 是一个黑衣保镖 据他说自己是傅二爷 请来保护费公子安全的 现在二爷有急事 需要费公子回去 费缘以为是傅赵水出了什么事 立刻心急火燎的想要回去 保镖说二爷没出事情 是傅三爷有事 二爷急着叫您回去商量 驱消也表示自己这几天就在这里 需要他帮忙可以来找他 费缘忧心忡忡地跟着保镖回去了 心里还喜滋滋地想这才多 二哥就派人来保护他了 然后费缘立刻询问傅凌峰怎么样 傅赵水一边安慰费缘别急 一边展示自己刚刚收到的消息 短信上写着傅凌峰被绑架了 如果不按时缴纳五百万赎金 报警了或者告诉傅印山 都会直接撕票 费缘看着短信大惊失色 不敢相信既然有人敢绑架傅家的人 傅赵水叫来的人熙熙攘攘挤满了整个酒店 可费缘还是担心傅凌峰有危险 毕竟傅凌峰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 傅赵水安慰着废员别急 自己这些手下都很擅长追踪 就在这时 一通电话打到傅赵水手机上 手下表示能够定位 傅赵水接通后却是电子合成音 循环播放着要在下午三点之前 将钱放在海城急运码头13号库外垃圾桶里 傅赵水心知这时候应该照着绑匪的话去做 然后暗暗跟踪 找到傅凌峰的踪迹 等下午三点的时候 果然有个人鬼鬼祟祟地走到垃圾桶旁边 将藏在桶里的包裹拿出来 直接丢进河里 傅赵水的保镖直接让人团团围住 询问傅凌峰的消息 可被抓住的人明显是绑匪随便请来的帮手 只负责转运钱财 其他一概不知 就在大家都因为傅凌峰凶多吉少时 驱消的电话打了过来 废员接通后里面竟然是傅凌峰的声音 他说自己现在没有大碍 只是汽车抛锚了 让二哥赶紧派人去接他 凌晨三点钟 几人终于在一处偏僻的山洞里找到傅凌峰 只见他浑身是血的趴在驱消怀中 怕是再晚来一会儿 就可以直接收尸了 傅赵水想要从驱消怀中结果傅凌峰 但傅凌峰却直接伸手抱紧了驱消的脖子 无奈只能劳烦驱消将人抱进车里 路上傅赵水询问驱消是怎么找到傅凌峰的 驱消回答说自己也是走运 在高速上碰见了浑身是血的傅凌峰 绑匪给他打了镇定 他又受了惊吓 刚捡到时连话都说不清楚 几人回到海长的别墅里 傅凌峰醒来后无论怎么问 一口咬死自己就是不记得了 把傅赵水气得要揍人 如果不是废元拉着 傅凌峰肯定就伤未遇又添心伤了 驱消用托盘端着食物 站在门外 看样子站了有一会儿 想必听见里面吵架 没敢直接进去 他们措身而过 驱消突然说 我突然懂了 为什么你和阿元哥最后会分开 傅赵水闻言 气息一沉 有头恶狠狠盯着驱消 废元心惊胆战 汗毛直立 恨这死小子哪壶不开 提哪壶 驱消仿佛感受不到傅赵水的眼刀 笑了笑 对他道 阿元哥会体谅别人 你根本不懂 体谅这两个字怎么写 对自己家人都不知体谅 还能指望你对阿元哥有多好 傅赵水将废元拉进房间里 发喊了的亲吻 吻完之后又小心翼翼地询问 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够体谅 那哪能 废元拍了拍他肩膀 笑容夹着丝酸涩 我这辈子 就你最宠我傅赵水漆黑的眼睛望着他 那你为什么 二眼 废元打断他 都过去了 傅赵水将废元禁锢在怀里 说道 我不允许过去 随后两人就肆意亲吻起来 废元看着霸道的傅赵水 闭眼想道 我也不想过去啊 房间里传来玻璃炸裂的声音 一推门 门后全是玻璃渣 牛奶洒了一地 驱消紧紧抱着傅凌风 拍着他气喘吁吁的背 安慰道 没事了 没事了 这里很安全 乖 傅凌风从驱消肩头露出一双通红的眼 看到门口的两人 咬牙切齿退开驱消 乖你奶奶的腿儿 别拿哄姑娘那套红老子 这都本少有玩剩下的 傅凌风一把退开驱消 说这死鸡老离我远点 驱消听了之后也不恼 反而让有兴趣地 抬起傅凌风的下巴说道 我不是鸡老 但是可以和你试试 然后就被傅凌风恼羞成怒地赶了出来 临出门之前 驱消还补充了一句 我们的婚约还有效 站在门口的驱消 还在回味着傅凌风乍毛的可爱模样 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接通后对面直接询问 驱消 满意我送您的见面里吗 驱消接通电话后 就知道对面人的身份 他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可以帮你找到费坤 但如果你再敢伤害傅凌风或者阿元的话 我保证你会后悔 对面人听到驱消的威胁 无所谓地笑了笑 毕竟是他将傅凌风送到驱消手上 若是傅赵水真查出来 大家谁都脱不了干系 况且是傅家杀了驱消的母亲 自己这样做也是在帮你 驱消毫不在乎对面的威胁 只是说就算是同归于尽 他驱大少也是玩得起的 说完就直接挂了电话 对面人没想到驱消既然如此油言不尽 不过只要拿到费坤手上的证据 扳倒傅家只可待 到时候随便他们怎么折腾自己都不管了 傅凌风在驱消这儿住了两天 歇过静儿 渐渐想起绑架的一些片段 他们人手应该挺多 主谋好像是一男一女 我被关起来的时候隐约听到过他们的声音 那个男人的声音有点耳熟 女人的声音有点雅 没听真切傅凌风一边吃饭一边回忆 费员发现他一直看自己 不禁问有什么话 想说直接说 傅凌风又看了眼他二哥 傅罩水手指扣了扣桌子 说傅凌风犹豫了一下 轻声道 那的两个主谋念叨过几次费员 费员当场愣住 傅罩水脸色一变 他们具体说了什么 傅凌风皱着眉问费员 你到底惹了什么人啊 你和你儿子 费员脸色苍白 呼吸略重 视线有些对不上交 一男一女牵扯到傅凌风 勒索傅罩水 还要动他儿子站 他几乎不费什么力 一秒就想到这一男一女会是谁 费坤和傅以云 他的人生几乎都被这两个混账毁了 一次又一次退让 一次又一次逃避 一次又一次被迫伤了他爱的人 他已经这样忍让 他们居然还赶回来 阿元 傅罩水换了他一生 不顾旁边那两人的眼色 斩钉截铁告诉他 我不许你再离开我 我也不许任何人 把你从我身边夺走 傅罩水将费员拉到自己身前 握住他的双手 凝视他泛红的眼睛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阿元 这一次 我不会让我们产生一点误会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和你一起面对 费员一阵阵心酸 如果当年他能成熟一些 能冷静下来面对变故 他们两个现在也不会这么痛苦 费员转过脸 从傅罩水手里抽走手指 嗑了一声道 绑匪还没落网 不知道会不会卷土重来 要是真像凌峰说的那样 他们的目标还有我和我儿子 那现在凌峰最好先回凝城 傅家的地盘 他们没可能得手的 傅凌峰思来想去 咬牙道 我不走 把我的王八糕子 我自己能抓到 屈肖呱唧呱唧拍了拍手 夸张地竖起大拇指 漂亮 讲究 真爷们儿 傅凌峰翻着白眼瞥他一眼 屈肖笑眯眯对他送去一问 补充道 我喜欢傅凌峰恨不得端碗砸他 这货总剑凤插针提示婚约 简直是花式提醒傅凌峰 他小的时候他又多蠢 被小五六岁的娃娃耍着玩 傅赵水看屈肖和傅凌峰打打闹闹 转头小生和废员道 别担心 我这就掉人手过来 他俩才说了一句话 那边对战已经结束 小少爷傅凌峰被屈肖按在餐桌上 小傅顶着屁股 饱含深意地蹭了蹭 傅凌峰顿时耸了 伸着脖子嗷嗷叫 哥 哥 就我 见自己被二哥无视 傅凌峰正脱开屈肖的禁锢 一六岩跑进厕所 等傅凌峰走后 屈肖一改之前的轻浮样子 一边整理一边说 自己也要参加这次行动 相信大家都猜出这次事情 跟废坤脱不了关系 自己没本事替亲妈讨回命债 钱债总要讨回来 还有阿元哥 你真的没跟废坤联系过吗 废员说自己已经三年 没跟废坤联系过了 随后又说小不怕是有危险 便带着傅赵水去医院接儿子了 屈肖看着废员匆匆离开的背影 知道他肯定是隐瞒自己什么了 恰好这时傅凌峰从未生间出来 客厅里竟然一个人都没了 几个意思 怎么都走了 谁都走了 屈肖的声音突然出现在傅凌峰身后 吓得他直接一巴掌向后打去 他的指甲在屈肖脸上留下了一道伤口 傅凌峰看到后也有些尴尬 毕竟人家只是跟自己开了个玩笑 于是连忙上去道歉 关心屈肖的伤势 屈肖看着眼前的人 直接一把将人拉过来 傅凌峰在反应过来之后 直接将人推开 停 傅凌峰喘着粗气 推开屈肖 屈肖瞇着眼 舔了舔嘴 泛着水光的红唇 轻笑道 怎么 认输了 傅凌峰撇过头去 皱眉道 谁认输了 我是看你太投入 你脑子清醒点 我可不是 给 屈肖捏了捏他白金的脸 笑道 久闻傅三嫂很会玩儿 玩得也开 怎么 你怕一起找了乐子 你就会爱上我不成 三嫂这么纯情吗 傅凌峰咬着牙根 那就看看谁先搞定谁 医院里傅兆水和肺源 接到小布之后准备出院 和医生约定好了手术时间 二人就乘电梯准备离开 期间小布一直盯着傅兆水吧看 还一直咿咿呀呀的说着什么 傅兆水心想 这孩子不会是想要他抱吧 还没等他思考完 肺源就举起小布 询问傅兆水 要不要抱一下试试看 傅兆水从肺源怀中接过小布 果然孩子很喜欢他 傅兆水突然唤了声 阿元 傅兆水回头 应声道 嗯 眼前猛然一按 嘴上就被亲了一下 这个吻来得没头没脑 傅兆愣愣地眨眨眼 傅兆水没事人一样看着他笑 墨黑的眼睛温柔地仿佛明朗下夜 傅兆水想自己会一直这样幸福地生活下去吗 可命运的齿轮总是和我们期盼的方向背道而驰 第二天一大早 傅兆就起来打电话 他小声地哄着对面不要急 自己会解决的 傅兆水听到后直接起身抱住傅兆 问他怎么起得那么早 傅兆笑着说是酒庄的客户要被挖走了 老板催促他回去上班呢 傅兆水心说 只要你一上班就一整天见不到人影 于是将傅兆报得更紧了 傅兆像是知道傅兆水心里想的 开口说可以让傅二爷跟着自己去上班 傅兆水听到后欣喜若狂 这还是阿元第一次邀请他一起 两人洗漱完毕后就开车来到海城温泉度假酒店 到了之后发现采购不经理出差了 傅兆水看着那么巧合的事情 坏笑道 你不会是想要和我单独泡温泉 但是不好意思说吧 前台小姐听到二人的对话之后 十分上道地开始推荐套房服务 8888超值套餐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傅兆无语地说道没钱 转身准备离开 却被傅兆水一把拉住 你要是亲我一口 我就可以借你 傅兆看着傅兆水开心的样子 垫脚直接亲了上去 傅兆水也没有食盐 当即选了个最贵的套餐 两人泡在露天温泉里 傅兆水询问费元可不可以帮自己擦背 费元答应后就开始用毛巾 慢慢擦拭傅兆水的背部 当他看到那抹疤痕还在的时候 不禁发问为什么不把它去掉 傅兆水说当时胳膊上的疤 费元一看到就哭 于是他就把它治好了 背上的疤还没来得及置 费元就跑了 没人看还弄它干什么 如果费元想看的话 他就继续置 但是费元想看吗 他还愿意一直看着自己吗 傅兆水心里怎么想的 就直接问了出来 费元被一记直球搞得脸红 直直呜呜地说先知吧 傅兆水看着脸红的费元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费元心疼地吻上傅兆水背后的疤痕 虽然伤口早已愈合 但费元还是能够想到 当时受伤时的惨烈 傅兆水骤然感受到费元的亲吻 直接回头将人抱住 你知道这样撩拨我的后果是什么吗 费元反常回报过去 说自己愿意的 傅兆水看着费元的脸 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夜晚 对不起 我又骗了傅二哥 但有些事情只能我亲自去解决 傅兆水醒来后 发现费元早已离开 愤怒地想着自己还是太骄纵他了 竟然还敢跑 傅兆水起身打了个电话 通知手下无论如何都要把人找到 此时的费元戴着鸭舌帽 独自走在大街上 只见他悄然走进一家平价酒店 静止上楼进了一间房 房间里赫然坐着费坤 费坤十分不耐烦地询问费元 为什么突然找他 费元让费坤老实交代 是不是他绑架了傅林峰 得到的是费坤不耐烦地否定 他自己光顾着逃命就已经够累了 哪还有精力去搞什么绑架 随后就开始向费元索要生活费 如果不是费元最近没给他打钱 小云的精神状态还不够稳定 自己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出来见费元的 正巧此时 房间的门被敲响 费元大声询问是要干什么 门外的人只说是要进来检查水管 费元想起老板说过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说是修水管 那一定是有危险 费元立刻转头和费坤交换衣服 并且嘱咐他赶快从窗户外面爬下去逃跑 千万不要被发现了 有时直接发短信 这边刚交代完 门外的人直接冲进来将费元狠狠按住 在发现抓住的人是费元不是费坤后 保镖到了拒欠 转头就去追费坤了 费元注意到保镖对他的称呼 意识到这是二哥的人 可负二哥为什么要抓费坤呢 就在费元思考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 是傅赵水 只见傅赵水黑着脸向费元走来 费元看到傅赵水后 就明白自己要完蛋了 海城别墅内 屈霄正忙着跟人打电话 从对话中能够知道 刚刚跟费元见面的费坤 竟然是屈霄找人假扮的 费元的赋约也能够说明 他确实和费坤还有联系 说话间傅凌峰绕到屈霄身后 询问他把孩子丢给他带是什么意思 屈霄连忙挂掉电话过去哄人 直说他才是自己的小宝贝 傅凌峰估计着孩子还在 不肯回应屈霄的调情 屈霄坏笑着说 是不是只要孩子看不见 就可以回应他了 随后一把将孩子抱起 按在怀里 然后侧头亲了傅凌峰一口 傅凌峰被屈霄稳得脸红 赶忙转移话题 问到找没找到费元 他不会遇到危险吧 在得知傅赵水已经将人找到之后 傅凌峰默默在心里 为他点了根蜡 希望费元能够承受得住二哥的怒火 另一边 费元自从被傅赵水找到之后 就一直被他拉着惩罚 傅赵水狠狠地在费元身上 留下各种印记 他捏住费元的脖子 低声问道 疼吗 见费元不回答 便加重了手上的力道 一定要从费元身上 要到答案才肯罢休 在得到肯定回复之后 傅赵水冷笑一声 说他觉着还不够痛 不然费元怎么还敢逃跑 这次他一定会让费元 好好感受一下逃跑的后果 费元被傅二爷翻来覆去的惩罚 等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费元依然没缓过神 他准备下床穿衣服 却被傅赵水按住 惩罚还没结束 既然休息好了 那就继续吧 费元震惊傅赵水 竟然还有精力折腾自己 不过今天是小布做手术的日子 费元恳求傅赵水 能够网开一面 让他去陪小布做手术 可傅赵水并没理会费元的请求 还告诉他既然敢逃 就要做好被惩罚的准备 房间门外 傅赵水的私人医生站在门口 秘书看着医生的啥样 不禁吐槽到为什么站在那儿 也不知道就他这个智商 是怎么当上医生的 医生听完后也不生气 只是说看二爷那么生气 害怕他一个不小心 就把肺元弄死了 话音刚落 房内就传出肺元的求饶声 看来医生的担心 并不是毫无道理 此时的医院里 小布的手术已经开始 傅林峰再一次 打不通肺元的电话之后 终于生气了 责怪他一个当爸爸的 孩子动手术那么大的事情 不露面就算了 连电话也不接 屈肖看着傅林峰发火的样子 笑着说 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假傻 他明明知道 肺元被他二哥抓回去之后 会遭遇什么 现在指不定还没结束呢 傅林峰震惊于屈肖 竟然直接把这话说出来了 一时间羞的脸都红了 屈肖看到对面人那么可爱 忍不住起了动弄的心思 将人拉进怀里慢慢亲吻 傅林峰猛地推开 然后用力摇晃屈肖 和他伴嘴 两人的吵闹声 让护士忍不住提醒 这里是医院走廊 麻烦保持安静 傅林峰听到后 直接将屈肖的嘴巴捂住 防止他再说出什么 震惊世俗的话出来 屈肖看着傅林峰幼稚的动作 笑了一声后 直接吻上了傅林峰的手 傅林峰猛地抽回手 躲在一旁 不再理会屈肖的调笑 此时的海诚 肺元在惩罚结束之后 直接发起了高烧 他一边昏睡 一边还喃喃说着自己不跑了 让他去看看小布吧 小布做手术 他担心 傅兆水走出房间 吩咐医生进去治疗 秘书快顶机票 傅兆水看着医生 掀开肺元身上的被子 不爽地询问 为什么要这样做 医生无语地回答道 当然是要治疗啊 傅兆水一把抱起肺元 说我来 随后拿着腰一口含进口中 朝着肺元喂了过去 这一幕可把医生看得面红心跳 肺元苏醒之后 保证自己不会再逃跑了 要求傅兆水带他去看看小布 傅兆水一脸阴谋地说道 可以啊 但是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肺元看出腹罩水 没打什么好主意 但是为了尽快见到小布 还是咬着牙答应了 午安室这边 小布的手术终于做完了 屈霄和傅林峰也回酒店准备休息 傅林峰嚷嚷着真是累死了 等一下绝对要好好睡一觉 傅林峰返回房间就开始洗漱 等他洗完早走出浴室的时候 却发现屈霄不知道什么时候 躺在他的床上 偏偏那人丝毫没有纠占雀巢的自觉 自来熟地说是过来帮傅林峰按摩的 傅林峰哪里信屈霄会那么好心 连忙要把人赶走 屈霄直接一把将傅林峰推倒在床上 自顾自开始按摩 没想到堂堂屈大哨 按摩竟然真的有一套 傅林峰舒服得直哼哼 屈霄趁机说自己还有特殊的按摩技巧 问傅林峰要不要试试 傅林峰听到后立刻开心地答应 还说快帮自己按按腰 今天站了一天累死了 屈霄刚开始还在正经按摩 不知不觉间开始不安分起来 当他再一次轻抚过傅林峰的后腰时 被人一把推开 傅林峰的反抗在屈霄看来不值一提 他将傅林峰禁锢住 低头狠狠轻了上去 傅林峰剧烈反抗着 屈霄直接将他的浴巾扯了下来 一边轻一边说 他的身体可比嘴巴诚实多了 傅林峰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对屈霄有了反应 于是大惊失色地将人赶出房间 还说要是在发现屈霄随意进出他的房间 自己一定让他后悔 第二天一整天傅林峰都没有理会屈霄 直到晚上 屈霄擅自带着傅林峰来到五安市最著名的川菜馆 用傅林峰最爱吃的东西来哄他开心 傅林峰吃了饭之后果然心情好了很多 屈霄看着傅林峰大快朵衣 一边悄悄加起一些菜来投喂傅林峰 傅林峰下意识地张嘴吃掉 他看着开吃那么久 屈霄一口也没吃 询问他为什么不吃 屈霄笑了一声说 吃啊 怎么不吃 然后加起刚刚傅林峰咬剩下的菜直接吃掉了 傅林峰跟屈霄说晚安 他敏锐地发现屈霄的嗓子变得十分沙哑 在仔细询问之后得知 原来屈霄吃不了辣 傅林峰责怪屈霄那么不把自己身体当回事 随后就要下楼买药 屈霄拉住傅林峰 用手机打字给他看 说自己不用吃药 过几天自然就好了 如果傅林峰愿意给自己唱歌听的话 他会好得更快 傅林峰哪里会答应他无理的要求 扭头就准备走 屈霄一把抱住傅林峰的药 可怜兮兮地说着他好疼 傅林峰心软地答应了屈霄的请求 留在房间里唱歌哄人睡觉 飞机上 费员正和傅兆水道谢 谢谢他带自己去看小布 傅兆水举着手机一说不用谢 这是他应得的 费员看着手机里的视频 脸色爆红的想要关掉他 可傅兆水巴不得全世界都听到费员美妙的声音 两人就这样一路打打闹闹到了五安市 两人到达五安市的时候 小布刚好出院 屈霄和傅林峰带着小布来给二人接风洗尘 点菜的时候 屈霄注意到一项爱吃辣的傅林峰 这次点的都是清淡的菜系 知道他这是害怕自己嗓子出问题 开心地说林峰哥哥真会疼人 傅林峰没好气地说到 他可不想再当一晚上黄鲤鸟哄人 费员看着两人之间的互动 敏锐地察觉到两人之间有情况 于是随便找了个去厕所的理由 拽着屈霄就去安全通道谈话 费员拽住屈霄的衣领询问他是什么意思 傅林峰虽然是傅家人 可是他心眼好没害过人 他绝不允许屈霄去伤害傅林峰 屈霄这时还在顾左右而言其他 装傻不承认 费员根本不在乎屈霄承认与否 他只要屈霄保证绝对不会招惹傅林峰 屈霄笑着答应费员 说好好 我保证 费员看了屈霄一眼之后扭头离开 屈霄独自靠在墙壁上 回想着这些年傅林峰谈过的女朋友 将自己拉下水后还想在岸上独善其身 我屈霄保证绝对不会放过你 费员和傅兆水带着小步离开 在乘坐电梯的时候 遇见了陆诗瑶的弟弟陆子航 他是费员的朋友 陆子航拍了拍费员的肩准备酗酒 却被傅兆水一把推开 催促着他赶快离开 随后就带着费员走进电梯离开了 陆子航被赶走也不生气 反而笑着感慨 还和以前一样啊 夜晚 费员躺在傅兆水旁边 想着以前的他以为 傅兆水对他好是应该的 他也心安理得地 接受傅兆水的示好 曾经他天真的以为 两人永远都不会分手 就算地球毁灭 两人也不会分开 没想到地球还没毁灭 两人就分手了 不是傅兆水不要他了 而是他抛弃了傅兆水 费员失神地望着傅兆水的睡颜 傅兆水被这抹视线 看得睡不着 睁开眼询问费员怎么了 费员突然抱紧傅兆水 开始撒娇 他看着傅兆水的眼睛 想说我爱你 却怎么都说不出口 情急之下 脱口而出道 二哥 你要了我吧 傅兆水翻身将人压在身下 警惕地问怎么了 毕竟上一次费员主动的时候 第二天就跑了 这次又想干什么 难道是因为陆子航 其实也不怪傅兆水疑心 毕竟以前的费员 是真的不安分 他甚至敢在傅兆水 开会的时候发来视频 只为了引诱傅兆水 赶快回家 虽然傅兆水 故作淡定地继续会议 可他的心 早已经飞到费员身边了 傅兆水询问身下的人 是不是还在挂念着陆子航 毕竟他们在微信上 聊得可是十分投缘 还有他是不是和费坤一起 绑架了傅林峰 他放在储物柜里的东西 会有人定期去取 逃跑那天 也是为了去见费坤吧 费员不可置信地看着傅林峰 他没想到傅林峰 竟然会派人监视他的一切 费坤 他的亲弟弟 他在这世界上最亲的人 却屡次把他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三年前就是费坤将他 骗入那个魔窟 如果不是他 自己也不会被唐爷抓住 二哥也不会冒着风险 从傅印山手中抢人 唐爷虽然表面上 放他二人离开 可随后去派追兵 来为他的小宠物讨公道 傅二哥的手臂 就是在那时受了伤 傅兆水也因为忤逆傅印山 失了在傅家的地位 从此只能听从傅印山的安排 费员想到傅兆水的遭遇 掰开他钳支住自己的手 扑过去抱住他 和他诉说着抱歉 可傅兆水却曲解了他的意思 他以为费员失认了 和傅坤一起绑架傅林山的罪 三年前傅兆水和傅元离开之后 唐爷庆幸傅印山 只沾了轩轩一只眼睛 阿秋忍不住说道 如果不是傅坤见前眼开 把费员引了过来 他差一点就坏了唐爷的计划了 轩轩趴在唐爷腿上 娇称了一声 唐爷立刻让阿秋闭嘴 轩轩不是他可以指责的 并且吩咐阿秋 趁着傅兆水他们还没走远 去帮轩轩讨回公道吧 阿秋坐在卡车上 亲吻着拇指上的戒指 暗自下定决心 总有一天他要让唐爷接受他 他对唐爷的爱 至死不渝 费员向傅兆水解释 自己没有和费坤同流合污 只是他平时会在那个储物柜里 放一些钱 费坤会定时去取 这次他是怀疑费坤绑架了傅林峰 才主动去联系费坤见面 想要问个清楚 傅兆水将人抱到浴室里 打开淋浴冲洗费员哭脏的脸颊 他其实没有不信任费员 他只是想要费员不要有事瞒着他 无论什么事情两人一起面对 他害怕费员会受伤 费员听到傅二哥 向自己诉说着他的担心 一时间也有些感慨 答应傅兆水以后 不会有任何事情瞒着他 费员突然想起来了 屈肖和傅林山的事情 但是他考虑到傅兆水最讨厌屈肖 于是准备过一阵子再告诉他 傅兆将嘴边话改成了一句撒娇 责怪傅兆水刚刚太凶了 都把他肩膀捏痛了 傅兆水爱惜地凑上去亲吻傅兆 他知道傅兆想要的道歉是什么 相爱的两个人兵释前嫌 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 与此同时 傅林峰因为游戏段位提升 迫不及待地喊来屈肖一起庆祝 两人一起喝酒碰杯 渐渐地傅林峰有些醉了 可他仍然不愿意放下酒杯 屈肖拿过他的酒杯说自己喂他 于是含了一口酒就清了上去 两人在酒精中吻得难舍难分 好像天地之间只剩下了彼此 不知多久之后 二人分开 屈肖询问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傅林峰疑惑到继续 怎么继续 屈肖指着傅林峰起了反应的小兄弟 局促地看着傅林峰笑 傅林峰猛然意识到 自己竟然又对屈肖起了反应 赶忙将人赶出房间 随后独自一人思考着 难道自己真的对他有了感情 不不不 绝对不会的 傅林峰狠狠摇头 似乎是想将这个荒唐的念头 甩出脑袋 自己爱的只会是阿灵 不可能会有别人了 阿灵和傅林峰的故事 要从六年前讲起 二人在网上相识相恋 每天无话不谈 一起打游戏 一起聊天 阿灵不舒服了会跟傅林峰撒娇 傅林峰知道后也会安慰他 两人虽然没有见面 但每晚傅林峰都会唱歌哄阿灵睡觉 阿灵就像是一只黏人爱撒娇的猫 聊拨着傅林峰的心弦 傅林峰无法忍受 每天只听到恋人的声音 软膜硬套地催促阿灵跟他视频 第一次视频的时候 阿灵紧张得不得了 甚至还去为了傅林峰学习化妆 傅林峰却没有体会到他的用心 反而嘲笑他的妆容 那次之后 阿灵整整三天没有跟傅林峰讲话 在这三天里 无论傅林峰怎么找阿灵 他都没有出现过一次 也就是在这三天 傅林峰意识到 二人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网络 倘若阿灵切断联系 傅林峰就算是上天入地 也没办法找到人 等到阿灵恢复联系的时候 傅林峰迫不及待地向人表白 诉说着他的爱意 傅林峰渴求着和阿灵见面 阿灵却屡屡推辞 借口正在学习化妆 等自己练习好了 一定去找他 即使傅林峰无数次表示 阿灵本来就很美 不需要再额外化妆了 但他还是拗不过阿灵 只能等待阿灵松口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圣诞节 阿灵就像一只灵动的血精灵 出现在傅林峰面前 一处都长在自己的审美点上 两人之间的交往很顺利 他们一起逛街游玩 看日落分享生活 即使阿灵有时候 十分没有安全感 傅林峰都会耐心地安慰他 快乐的日子持续了大半年 直到傅林峰的室友 见嘻嘻地在他耳边说 听说你交往了一个小妹妹 都大半年了还没搞到手 人间不会是嫌弃你老爸 傅林峰认为室友的话 玷污了他和阿灵之间的感情 于是狠狠地把人揍了一顿 可是那段话却像一根刺 深深地埋在傅林峰心中 阿灵会嫌弃他吗 傅林峰想起来 阿灵消失的那三天 他知道自己 不能够再次失去爱人了 于是在七夕当天 傅林峰将阿灵带到酒店里 阿灵还以为 是要在这里看烟火 傅林峰突然抱住阿灵 说自己想要他 阿灵将人推开 说自己不想在结婚之前 发生关系 可傅林峰没有尊重阿灵的想法 将人推到床上 压了上去 肆意地亲吻着爱人 阿灵被吓得剧烈挣扎 他将傅林峰狠狠推开 失望地看着眼前的爱人 然后哭着离开了 是傅林峰的唐突 吓走了他的爱人 是他的轻浮 结束了这段纯洁的感情 从那之后 阿灵再也没有出现过 傅林峰甚至连 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他再也找不到阿灵了 他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上 除了阿灵之外的人 他也绝对不会对男人动心 医院里 傅林峰和屈肖 像小学生一样伴嘴 一人说他买的粉色袜子 真是太丑了 另一个人说 潮男才不会穿格子衫 费人看出两人之间 肯定是吵架了 但就算是小孩子吵架 也不能那么幼稚吧 费人制止了两人继续拌嘴 傅林峰也不乐意 和屈肖待在一起 于是就去医院花园里散心 他刚出来没一会儿 屈肖也来了 屈肖直接拉住 傅林峰的手 不由芬说的就要带人走 傅林峰剧烈挣扎着 屈肖看到那人不乖 干脆直接把人抵在墙壁上 狠狠亲吻 亲完之后问道 为什么要闹脾气 明明他也很享受不是吗 傅林峰看了看屈肖 然后一把将人推开 背对着他说 屈肖我们没结果的 就这样断了吧 对你我都好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因为屈肖这件事 搞得傅林峰心神不宁的 就连走路都会时不时走神 这天傅林峰又一次走神 撞到了傅二哥身上 被训斥了之后 傅林峰非但没道歉 反而抬头瞪了二哥一眼 这可是让飞员连连撑奇 傅林峰看着二人联合起来 调侃自己 气得扭头就走 小布出院之后 就离新年不远了 这天傅原询问 这次新年要怎么过 小布一一压压地说 要吃棉花糖 茶医生听到后 顿时燃起斗志 窜度大家一起去抢头香 吃棉花糖 除夕夜这天 大家一起出门逛庙会 小布坐在傅兆水的脖子上 东瞅瞅西看看 行鲜极了 茶医生没骨头似的 靠在秘书肩膀上 悄悄说 二爷一碰到废小爷的事情 就没原则 竟然让一个小屁孩 骑在他肩膀上 秘书看着扎医生的蠢样 说这叫做天伦之乐 这边傅林峰突然 被一个小孩子撞倒腿 眼看着小孩子就要摔倒 傅林峰赶紧上前扶了一把 小朋友的父母看到之后 对着傅林峰连连道谢 还没等他从帮助他人的 喜悦中走出来时 就有个男人狠狠地撞了他一下 傅林峰抬头想和人理论 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 二哥他们都消失不见了 傅林峰走丢了 突然有一只手拉住了傅林峰 是屈霄 他气喘吁吁地拉住傅林峰 质问他为什么手机关机还乱跑 傅林峰掏了掏口袋 发现手机不见了 应该是刚刚撞他的那个人偷走了 屈霄一只手拉着傅林峰 另一只手打电话给肺源报平安 傅林峰狠狠地将他的手甩开 然后扭头就走 屈霄后怕地抱住傅林峰 南南说道 不要再让我找不到你了 我很害怕 屈霄此时的脆弱让傅林峰动容 他默许了屈霄对他的亲吻 明明应该正脱开 可是此刻傅林峰像是中了毒 他没办法拒绝屈霄的亲近 他们在人生顶飞出亲吻 来来往往的路人 是他们此刻幸福的见证者 一文结束 屈霄抱着傅林峰说道 我说过只是玩玩而已 你千万不要把我们之间的关系 理解为爱情 各取所需罢了 今晚我们就不回去了吧 傅林峰在屈霄怀里争扔住了 好像确实也没错 两人的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自然不能够用爱情形容 等傅林峰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被屈霄拉进酒店里了 傅林峰在心中暗暗说服自己 玩玩而已 自己对他不是喜欢 自己只是习惯了他的触碰 仅此而已 想明白后的傅林峰 没有再拒绝屈霄的亲密 两人在除夕夜里一度春宵 第二天早上 两人被废员的电话吵醒 屈霄一接通就是废员的质问 问他昨天把风带到哪去了 怎么现在还没回来 还警告屈霄不要乱来 不然自己饶不了他 电话的吵闹声 让傅林峰烦躁不已 他一把夺过电话 没好气地说 自己昨天和屈霄一起撞中了 费员你说我嫂子又不是媳妇 管那么宽干什么 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费员看到傅林峰 现在竟然敢直接挂自己电话 气得不行 正巧傅赵水过来 询问是不是老三出什么事了 被费员逮住一顿撒气 总归什么都怪傅赵水 连风儿都被他刺激地叛逆了 酒店这边傅林峰躺在屈霄怀里 俩人昨天刚亲密完 黏糊得不得了 开婚之后 食嘴之味 没说几句话 就迫不及待地滚在一处 等二人玩到尽兴之后 傅林峰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屈霄心疼地把人背到车上 此后连续好几天 两人都是天天黏在一起 费员看着前两天 还水火不容的两人 现在又变得如胶似漆 总感觉有点猫腻 但是傅赵水 奉劝他不要多想 他俩人之间的事情 还是不要过多插手 今天正好摆脱 扎医生和秘书帮忙照顾孩子 两人一起去过二人世界 扎医生看着秘书抱孩子的 生疏姿势 忍不住上前跟人勾肩搭背的玩闹 直到被狠狠踩了一脚之后 才罢休 傅赵水和费员 好不容易有了单独相处的时间 自然是要好好珍惜 傅赵水将人带到 一片盛开的桃花林中 费员看到漫山遍野的桃花 激动地说不出话 他还记得 二人第一次接吻的地方 就是在桃花林中 傅赵水答应过他 会和他再去那片桃林 费员忍不住问傅赵水 那片桃林是两人出吻的地方 那这片桃林呢 傅赵水搂住费员 亲了又亲之后说道 是见证我们重归于好的地方 话说到屈肖和傅凌峰这边 两人已经在酒店里 私混好几天了 傅凌峰某处因为使用过度 近期都不能再去酒店了 傅凌峰无所谓地想到 反正他还不要留在家里 看着二哥秀恩爱 随便出去哪都能玩 就在二人等电梯的时候 费员正好抱着小步下来 他询问傅凌峰是要去哪玩 不如一起 只见傅凌峰反应超大的 把人拒绝之后 拉着屈肖就离开了 傅赵水和费员震惊不已 他们以为傅凌峰 一直没有叛逆吃是因为关 谁能想到是来得太迟了 傅赵水哄着费员说 不跟他们一起吃还清静呢 二哥带你去吃最好的早餐 费员坐在桌子上 那个吃着八十一碗的豆腐脑 想着这果然很傅二哥 这时突然有个人上来搭话 好久不见啊 傅二爷 阿秋看着傅赵水 真羡慕二爷和小爷的感情 好得让人嫉妒 他又看向了费员 刚准备问声过年好 费员直接把头转向了一边 阿秋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看来是自己不招小爷待见 他还安慰着费员 二爷在这里 他是不敢造次的 傅赵水打断了他 问着唐爷最近还好吗 阿秋沉默了一会 朝二爷轻轻聚了个躬 挺好的 谢谢二爷关心 自己还要给唐爷买早点 就先告辞回去了 费员看着阿秋离开的背影 松了口气 心想着总算走了 转头就去找傅赵水吐槽 阿秋怎么会在这里 林峰和屈肖出去了 不能出事吧 傅赵水安慰着他 这里本来就是杜婉堂的地界 阿秋出现在这里 很正常 费员担心地赶紧给那俩人打电话 结果根本没人接电话 那个阿秋可是什么都敢做的 傅赵水安慰着他 别担心了 自己会叫崇恩去找的 电影院里屈肖两人还在看着电影 傅林峰害羞的脸都红了 因为他俩看的电影 太多限制级的画面了 早知道这么尴尬 就不包场了 电影院只有他们两个人 看着亲嘴的画面 屈肖突然看着他问着 你脸红了 林峰害羞地大喊着 胡说 你能看到吗 屈肖挑起他的下巴 他们两人的关系 他一猜就知道 肯定脸红了 林峰推开他的手 他俩有什么关系 就是朋友 让他赶紧专心看电影 屈肖沉默了一会 坏笑地说了句 看别人有什么意思 酒店的房间走廊里 三人已经来到了房间门 肺原猛猛敲着门 房间内两人手忙脚乱地穿着衣服 房间门是屈肖打开的 他解释着 因为戴了耳机 所以没听到 傅林峰只是在睡觉而已 肺原一把将被子掀开了 问着他俩 从酒店出来 又开个房间 什么暗号啊 屈肖拿着电影票 是一是因为 刚才看的3D电影 看得晕晕的 所以才开房间睡觉 肺原看着他 虽然不相信 但是自己也没有证据 只好赶紧叫林峰起床 覆罩水 还在楼下等着呢 要赶紧回去 林峰乖乖地下床 结果突然一阵刺痛 整个人颤抖地嗡了一声 肺原还关心地 问着怎么了 是不舒服吗 林峰赶紧解释着 没事就是有点晕 屈肖跪着 给他穿着鞋子 给那俩人直接看傻眼 黄毛好奇地问着 是他欠你钱吗 因为自己欠别人钱的时候 也是这么讨好的 结果被人直接捂住了嘴 肺原掺着他下床 他脸红红的 还不忘用眼神骂屈肖 王八蛋 酒店里四人围着桌子坐着 傅林峰问着什么事情 赵水递上一张卡片 杜碗堂又有动作了 卡片内容是邀请三人参加财神宴 肺原疑惑地问着 邀请他们傅家两兄弟 是为了生意 邀请自己是什么意思 而且他还想带小布去复诊呢 傅赵水安慰着 小布别担心 还有扎木可以照顾他 让他跟着自己 就当作散散心了 时间已转变到了年初五 三人来到了财神宴的举办地点 胡堂会馆 馆内肺原问着傅赵水 会不会是鸿门宴啊 赵水安慰着他 财神宴邀请的都是 五湖四海的正商名流 他们不敢 但是肺原还是不放心 赵水拉着他的手 安慰着让他别担心 现在的杜婉堂 已经威胁不了他了 然后又摸了摸肺原的头 他只管吃好喝好就可以 其他的别管了 随后服务员敲响了锣鼓 是阿秋用轮椅 推着杜婉堂来了 大家都恭敬地拍手欢迎 肺原还在好奇 他的腿怎么了 阿秋将杜婉堂 推到了他们这个桌子前 将他从轮椅上抱了下来 还问着他 要不要跟宾客说几句 杜婉堂恶狠狠地看了一眼 说了句 滚 阿秋向大家介绍着 唐爷很开心 各位能出席这次会宴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诸事顺利 请好好享受今晚的宴会 他拿起桌子上的碗 给唐爷递了上去 杜婉堂斜眼看了他一眼 说着 拿开 别让我生气 傅赵水阴阳地说 这阿秋真是好孩子 您二位感情深看的父母羡慕 杜婉堂直接对回去 二爷要真这么羡慕 我将这孩子送你也行 就不知道 二爷扛不扛白眼狼咬 阿秋听到这话 立马跪下来抱着他的腿 哀求着自己是唐爷的人 是不会跟别人走的 这辈子都要伺候唐爷 杜婉堂抽回自己的手 叫他还是走好了 傅赵水端着酒杯 唐爷的财神宴果然名不虚传 东海无省各路神仙都能请来 傅某敬您一杯 阿秋起身拿起杜婉堂面前的酒杯 二爷您客气了 唐爷的身体没办法喝酒 这杯自己就替他喝了 说完便一口干下 他扶着桌子 各位贵宾 唐爷身体不是失陪了 请各位继续享受宴席 他们走后 众人纷纷讨论着 刘传堂爷是在情妇的床上摊的 听说伤到了脑神经 对外都说是脑梗 散息后 三个人讨论着下一步去向 傅赵水指了指那边的领导 他要去陪一下他们 让他俩自己去玩 但是手机必须保持通畅 景区酒吧里 费员被音乐吵得头疼 只好出来安静一下 突然听到了 谁在大喊着别碰我 回想了一下 好像是杜婉堂的声音 他起身趴在窗户上 透过凤王里看去 房间内阿秋抱着杜婉堂 杜婉堂还在那里挣扎着 让他滚 阿秋亲着杜婉堂的额头 慢慢地说着 阿秋这就伺候唐验 此时在窗外的费员 震惊地双手捂住嘴巴 根本不敢出一点声音 房间里阿秋给杜婉堂换着鞋 虽然这样杜婉堂还是在叫他滚 他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 还捏起了杜婉堂的腿 说着你累了 阿秋给你按摩腿 费员在窗外看着 这真的是在按腿吗 突然一阵刺痛 让杜婉堂给了他一耳光 大喊着别碰我 滚出去 阿秋问着为什么 然后趴到了杜婉堂膝盖上 为什么萱萱可以给杜婉堂按摩腿 阿秋却不行 杜婉堂明明知道阿秋才是 还没等阿秋说完 杜婉堂就喊着让他闭嘴 你没资格跟他比 阿秋还在不依不饶地 捧起杜婉堂的手 是他没资格跟自己比 自己才是最爱你的 杜婉堂厌恶地推着他 要是不想让我恨你 就赶紧立刻停下 阿秋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还把杜婉堂抱到了床上 反正他都已经恨自己了 自己不能做他最爱的那个 做最恨的也可以 然后一口亲了下去 你是我的 唐爷 我爱你 突然室外有声响 给费员吓了一跳 同样屋子里的人也听见了 阿秋直接把门打开了 还好费员多得快 不然就糟了 他拍着谢崇文肩膀 刚才吓死他了 到底什么事情 谢崇文转身看着他 难道他俩的关系到了 没事就不能见面的地步了吗 费员指着他叫他别嘴平了 有事快说 谢崇文一把将费员的手牵了起来 阿元 你和二爷在一起 太危险了 听说二爷已经被复印山控制 成了他的傀儡了 费员根本没当回事 还笑着说 这些都是传闻 我相信他 谢崇文还担心地问着他 对你好吗 费员把手松开 笑着回了句 好 与此同时的酒吧里 傅林峰周围围着一堆女人 女人盛情腰约着一起玩 就走进来了 他们坐在沙发上 而且那女人还坐在他腿上 邀请他一起玩大冒险 傅林峰直接走了过来 狠狠地盯着那些女人 让他们从他腿上下去 女人还恋恋不舍 趴在屈霄肩膀上 说着他好凶的话 林峰一把扯过他的胳膊 给他拽了出去 屈霄在后面笑呵呵地问着 是吃醋了吗 结果林峰直接把他按到了墙上 大喊着 我是怕得病 屈霄刚准备拉他的手 就被甩开了 林峰转头就走了 走的时候还说着 今晚别来找自己 林峰从大门出来 还在想着 自己肯定不是吃醋 绝对不是 可是他怎么还不追出来 刚想完取消便冲了出来 大喊着傅林峰 你给我站住 然后拉起了他的手 这里太吵了 我们去的安静的地方 突然有人喊住了两人 是傅兆水 他担心地问着阿元呢 费元直接从背后抱住了他 戳着他的脸问着 在你后面呢 怎么了 傅兆水转头拉着他的手 和他说着 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不过你要相信我 听我的话 交给我处理可以吗 小布被绑架了 傅兆水一把将费元搂了过来 说着别着急 他们留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孩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以后我们自己来养 费元咬着牙 说着一定是费坤和傅乙云 那两个混蛋 车里费元在傅兆水的怀里 自言自语地说着 无论他俩怎样 好歹傅乙云是他妈妈 他们会尽全力照顾的 而且小布很听话 手术也很成功 他也不会出现生命危险 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傅兆水将他抱得更紧了些 说着好 人民医院里四个人会合了 谢崇恩扶着黄毛 刚才他们一伙四五个人 行动迅速目标明确 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他边说着边自责起来 都是自己不好 没保护好小布 谢崇恩安慰着 对方明显是预谋犯罪 他自己一个人 怎么能拼得过那么多人 而且他也受伤了 别太自责了 突然费元的手机响了 手机里是小布的照片 还有一段话 我们会好好照顾他 哥 这几年你受累了 以后我们会补偿你的 费元生气地朝着手机喊着 补偿个屁 小布才刚做完手术 他们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能照顾好小布吗 坑自己还不够 连孩子都不放过 傅兆水按住了躁动的他 已经派人去全程搜索了 小布会没事的 三天后 谢崇恩汇报着进展 孩子确定已经被转移出午安了 而且 还没等谢崇恩说完费元 就着急地问着傅兆水 怎么办 小布不能跟他们 谢崇恩打断了他们 按照法律规定 即使追回小布 抚养权很可能要走法律程序夺回 因为对方是亲生父母 如果不能证明 他们有弃养行为 他们两人还要承担拐卖罪名 傅带民事赔偿 费元直接傻眼了 为什么总是要从他身边夺走一切 傅兆水抱着他安慰着 还有自己呢 自己会对他好 这辈子都只对他好 次日 三个人在桌子前 协商着回宁城的事 先回去找他们遗弃的证据 傅兆水这边 让崇恩继续暗中追查 傅兆水担心 费元能回宁城吗 因为大哥 费元低着的头抬了起来 表示自己要回去 不管发生什么 自己都要把小布带回来 傅兆水也说了 自己会保护好他 明天就出发 还叫傅兆风一起回去 因为大哥下了最后通牒 这个月必须把他带回去 林峰一听 这话动得捶了桌子一下 把头扭到了一边 自己才不会去呢 自己都二十六了 回去又要被他们管着了 傅兆水生气地喊着 二十六怎么了 还不是一错眼 就被绑架了 这个月没剩几天了 他必须跟自己回去 傍晚两人在阳台聊着天 林峰说着 自己要被抓回去的事 结果取消一点反应没有 还住着一路顺风 傅兆风拽着他 难道就没有什么 想跟自己说的吗 取消转头看着他 沉默了一会 亲了额头一口 傅兆风靠在他的肩膀上 所以我们就只是朋友关系 对吗 取消抱着他说 你觉得是旧事 傅兆风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那你觉得呢 取消没回答 看着他笑了笑说了句 你猜 林峰直接转身离开了 找着理由说自己喝多了 要回去睡觉了 取消一把拉住了他 我会想你的 傅林峰还在说着赌气的话 叫他别想 结果取消一把 将他拉回了怀里 说着 不行呢 我做不到 然后趴在他的肩膀上 说着林峰 我可以让你自由你 可不可以不回宁城 但傅林峰还是正脱开了 朋友关系而已 你过线了 取消看着傅林峰离开的背影 心里想着他 真是蠢得让人烦 不过一定要让他说出 喜欢自己 傅林峰躲在墙后拿着酒瓶 奇怪自己根本没喝多少 怎么开始心计了 夜晚阿秋给取消打着电话 嘲讽着他们要回去了 他要回复印山手里 你可要寂寞了 取消笑了笑 他憋不住的 因为自己已经把他征服了 阿秋还嘲讽着 但是人家不是说 你俩是朋友关系 取消直接对了回去 最起码 两人是你情我愿 他什么时候亲近哪位之前 能不挨巴掌 到那时候 再来笑自己吧 阿秋生气地说着 少废话了 赶紧让他们找到费坤 被人杰足先登 有你哭的时候 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 房间里下属夸着阿秋 这一招真是厉害 孩子是费员心头肉 为了孩子 费员一定会帮他们 找出费坤的 阿秋转头 看着杜婉堂怀里的小布 指责他们 还不是因为他们废物 抓不到费坤 才想出这招 他看着杜婉堂 开心地逗着小孩 心想 倒也是有点好处 杜婉堂抱着小布 吩咐下人去拿点吃的来 小布饿了 结果是 阿秋拿来的吃的 杜婉堂挡着小布的手 不让他吃 找着理由说 是因为他刚做完手术 还是吃点精细的 小点心比较好 阿秋放下了盘子 说着 马上就去买 杜婉堂还拉住了他的胳膊 提醒他 顺便买一点营养品 阿秋一手捂住了小布眼睛 然后慢慢俯下身 在杜婉堂耳边 轻轻地说着 糖也还想买什么 小布还在好奇着 怎么大人都喜欢 捂住自己的眼睛啊 杜婉堂推开了他 小孩还在呢 谢谢了 要好好保重 傅赵水和傅林峰 在旁边都想杀了对方 还好赵水 给他俩拽开了 说着可以了 要进去了 屈肖转头看着傅林峰 邀请着也抱一下吧 傅林峰还傲娇着转着头 谁想跟他抱 结果还是被抱住了 他悄悄地塞了个小盒子 在林峰手里 摆着手跟他们道别着 林峰好奇着 他会给自己什么呢 结果打开 看到里面的东西后 脸都清了 傅林峰好奇 盒子里面是什么 结果打开后 给他吓得脸色铁青 肺原好奇地问着怎么了 傅林峰啪的一下 把盒子关上了 说着没事 傍晚抵达了明城 肺原心事重重地 看着傅赵水的别墅 终于还是回来了 傅赵水拍着他的肩膀 让他放心 自己会保护好他的 绝对不会让大哥碰到他 肺原拍着自己 他逃命的功夫 还是挺好的 让傅赵水别紧张了 俩人额头贴着额头 傅赵水轻轻地说着 进去吧 我们回家了 夜晚两个小情侣 躺在床上 肺原抱着傅赵水胳膊 商议着明天就去小布的医院 看看能不能找些证据证明 他们弃养 傅赵水安慰着他 这种事 他已经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了 他只负责养好精神 养好身体 他这样忧心忡忡的 真的要打官司 征抚养权 会在法官面前减分 肺原看着他问着自己 现在真的很差吗 傅赵水低头亲了他一口 说着很差 可是肺原还是担心着小布 傅赵水亲着他的鼻子 又慢慢亲了下去 肺原说这里要很管用 自己可以帮他 肺原害羞的 直接把他推了出去 他自己可以 过了一会肺原推门进来了 傅赵水心疼的询问着 还疼吗 然后把他抱在了怀里 说着自己会注意的 昨天委屈他了 谢崇恩两人 就看着他俩那样 嗯哀哀地抱着 突然黄毛搂上了他的腰 他直接给黄毛手拍开 此时黄毛已经泪流满面了 傅赵水带着肺原看着单子 介绍着这些都是费坤 和傅以云的档案 肺原今天就跟扎木翻翻这些资料 看看有没有他们回去联系的朋友 肺原看着傅赵水 眼里终于有点光了 他一定会好好看的 傅赵水摸着他的头 他总算有点精神了 他现在要去办点事 让肺原和扎木在家 好好带着别出去 外面不太平 扎木看着他 真羡慕他 肺原转头就看着他在那里 咿咿呀呀的 这小子在想 谢崇恩要是能跟他这么亲亲抱抱 自己肯定会喊着笑而死 肺原掠过了他 看着桌子上的文件 突然发现了什么 问着查木AB型的爸爸 能不能生出O型的宝宝 因为单子上写的肺棚父亲AB型 肺原长子O型 肺坤次子AB型 扎木转头看着他说着 当然不能 AB型父亲只会生出 A型B型 AB型血型的孩子 肺原放下了单子 说着有点累 先上去休息了 回到房间后 肺原捂着胸口 心脏扑通扑通跳得飞快 他会想着 小时候住在四川外婆家 总有一个哥哥带自己玩 后来爸妈带着他出了宁城 后来妈妈难产去世 他抱紧了自己 自己的记忆没有问题 为什么血型会对不上 自己到底是谁 然后他拿起手机 给傅赵水打了过去 赵水在电话那头 担心地问着怎么了 出什么事情了 肺原什么都没说 就一直在叫着二哥 然后说了句 我好像没有家人了 肺原在房间里 抱着自己的腿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傅赵水回来了 肺原抱着他一直哭着 重复着自己没有家人了 傅赵水捧起他的脸 安慰着还有自己 自己永远都是他的家人 然后把他深深地搂在了怀里 赵水看着肺原问着 要不要吃点东西 他瘦得嘟个人 肺原撒娇地说着 不吃就要搁着他 傅赵水笑着捧着脸说着 这几天的菜清淡了点 是不是嫌弃没味道 肺原说着没有 川菜又不是都辣的 自己小时候 还喜欢吃外婆做的水煮白菜呢 看着他 那就厨师做这个 俩人就这样抱在意 商量着吃火锅的事情 刚准备清清的时候 肺原发现 原来傅赵水会说四川话 所以之前用四川话骂他 他都能听得懂 肺原害羞地把头转到了一边 为什么不早说 就这么喜欢听自己骂他吗 傅赵水端起他的下巴说着 爱听 说什么都爱听 便清了下去 清了好久好久 夜晚俩人在火锅店吃着火锅 傅赵水喝得脸红红的 看着肺原说着 他真好看 肺原看着架势 肯定是喝多了 想给他抬回家去 路上还在吐槽着 酒量真差 喝一点就这个样子 不过他喝多了 还挺可爱的 突然傅赵水抬起头来 抱着肺原就亲 边亲边说 让肺原不要怕 自己会保护他 肺原哄着小孩一样抱着他 这辈子 下辈子都让他保护自己 傅赵水还在耍着酒风 抱着叫他不要走 肺原推着他 他没有要走 他只是想去叫个网约车 傅赵水还不依不饶地抱着 说着不放手 一放手 他就跑走了 自己不该骗他的 可是他没办法 他舍不得把肺原交给别人 没想到却害了他 肺原摸着他的头 说着自己从来都不后悔 和他走这条路 他没有对不起自己 傅赵水看着他 肯定会恨自己的 肺原看着他再也没说话 三年前 男人给了傅赵水一耳光 责怪他为了一个小宠物 放走了曾俊轩 那人可是很重要的筹码 因为男人要争取陆富省长的支持 他取陆失遥是最简单的办法 但是傅赵水还降嘴说着不取 傅赵水看着他说着 那他就等着给小宠物一家收尸吧 傅赵水不怕这个威胁 转头就走 说着自己会保护好他 他威胁不到自己 傅赵水看着他的背影大喊着 你看我敢不敢 夜晚的时候费家大宅就起了火 傅赵水抱着 想要冲进火场就付清了费原 眼里满满的都是狠 都是父应山干的 他抱着哭成为人的费原 只能安慰着 时间回到现在 费原刚把傅赵水放到车上 就接到了一个未知号码的来电 费原接起电话是弟弟费坤 电话那头说着别说话 这次他一定要相信自己 费原根本不管他喊着 让他把小布还回来 弟弟那边很紧张 让他找个傅赵水听不到的地方 费原还是听了他的话 走开了一点 问着不会是小布出什么事情了吧 费坤在电话里哭着 说着咱爸死了 一定是傅赵水干的 费原听到后直接傻眼了 怎么会这样 这么多年一直把他隐藏得很好 如果他死了 自己的身世还有谁知道 费原问我拿着他 别想骗自己了 知道是他拐走了小布 想要多少钱开口就行 费坤大喊着 再怎么没良心 也不会拿咱爸开玩笑 爸都死了 难道他就这样无动于衷吗 费原又质问了一遍 他真的没有拐走小布吗 费坤生气的一拳锤到了墙上 傅赵水给他灌了什么迷魂药 难道他忘了 是谁把他们家害得这么惨吗 傅赵水杀过人 这些他难道都忘记了吗 这一切说不定都是傅赵水策划的 为的就是把费坤引出来 消灭掉他手里的证据 然后握紧了手里的手机 让费原别欺人太甚 否则别怪自己和他撕破脸 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任由费原这边怎样喊都没回应 他挠着头 事情怎么越来越糟了 他点了一根烟 回想着刚才傅赵水跟自己说的话 二哥不可能的 次日早晨 俩人坐在床上穿着衣服 费原说有事要和傅赵水坦白 当年火灾后 自己的父亲其实没死 他把父亲安置在一个养老院里治疗 可是昨晚他死了 傅赵水抱着他 所以他昨天才喊着 自己没有家人了吗 费原心想着 还是先别提血型的事了 然后转头看着傅赵水 说想去把父亲的遗体拿回来安葬 傅赵水摸着他的头 他会跟费原一起去的 养老院里工作人员说着 费棚的遗体已经被他弟弟带走了 不过走得急一物没带走 工作人员带着他们去到了病房里 指着箱子说着都在这里了 没问题去前台签字就可以拿走了 费原看着箱子不敢相信父亲真的走了 傅赵水安慰着他 别难过自己还在他身边呢 费原转头抱着他说着 还是无法接受 傅赵水给他擦着眼泪 无论如何自己不是都在他身边吗 自己去给他买点水 让他在这清点一下东西 自己静一下比较好 傅赵水走后费原打开了箱子 里面居然有傅家家辉 他着急地拿着家辉跑去找工作人员 问着这个是在哪里看到的 工作人员好奇地说着 都是他父亲房间的东西 费原握紧了家辉说着没事 自己是来签名的 正好傅赵水买完东西回来了 问着这么快就清点好了 费原答应着似的 签完名就能走了 回到别墅后费原把箱子放下 傅赵水要回公司 让费原乖乖在家 茶木会陪着他的 自己马上就回来陪他 傅赵水走后费原看着那个家辉 不敢相信 真的善二哥吗 又回想起费坤说的那些话 而且自己的一举一动 他都能随时知道 他低头看着傅赵水送的手机 当时傅赵水捏着自己说 自己和陆子航微信聊得很愉快 还约见面 还有出门说派人保护 其实就是跟踪 为的就是第一时间找到自己 然后抓费坤 费原不敢相信地扶着头 这么多窃听 跟踪 就是为了那些证据 费原不知道该怎么办 眼泪一滴滴地往下落 他该再怎么相信傅赵水 窗子前费原无力地颤抖着 他的家人都在欺骗他 他不想活在谎言里 他整理好了情绪 下楼找到了扎木 问着他在家很无聊吧 一起出去玩玩 扎木看着他说着 外面太危险了 负印山的人盯得很紧 费原坐了下来 拍着他的肩膀说着 自己已经跟二哥说了 他让查木保护自己出去 而且还有保镖 不用怕 扎木直接把平板放下了 太好了 自己早就想出门了 终于不用窝在这里打游戏了 俩人在小吃街吃着好吃的 还喝了点小酒 扎木咚的一声 把酒杯放在桌子上 然后说着酒话 小爷 你别看谢崇恩 现在人模狗样 他以前可是不良少年呢 为了救他 没少操心 费原假装喝着啤酒 看着身后的保镖 要想个办法 把他们甩掉 突然有个黄毛在那里 特别大声地打电话 费原仔细一看 这不是负印山的手下吗 来得正是时候 他站起身说 自己再去拿点串来 然后故意撞到黄毛身上 黄毛转头一看 这不是费原吗 扎木一看情况不妙 立马吩咐保镖过去 就这样趁机跑了出来 不知道跑了多久 直到跑到了一个小胡同 才停下来 扎木安慰着他 不要怕 现在就打电话 让谢崇恩过来接他们 费原拿起了木棍 悄悄溜到了他的背后 一棒子把他打晕了 他捡起扎木的手机 丢进了垃圾桶里 他对不起扎木 但是他必须要知道真相 别墅里扎木道着歉 都是他不好 小布和小爷 都是他弄丢的 谢崇恩还在关心着他伤口 又渗血了 叫他还是别说了 他脑袋接连受伤 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傅兆水看着手机信息 吩咐谢崇恩派 所有人去找 必须要找到 傅兆水亲着手机 心里只是想保护阿元而已 曲霄别墅里 费原看着他说着 傅兆水肯定很快就会找到这里 曲霄安慰着 这里可不是宁城 有他在傅兆水 还不敢动费原 费原翻着背包 他已经留了字条 叫费坤出来见面了 他带了曾经他爸爸用过的梳子 上面还有几根头发 想拜托曲霄 去给他做亲子鉴定 曲霄接过来说着 没问题 费原终于松了口气 说着谢谢他 曲霄也看出了他的疲惫 示意他 还是赶紧去休息吧 夜晚有人拿着那把钥匙开了门 是傅林峰 他一边开门 一边给自己打气 就是来看看 费原在不在这里而已 理直气壮一点 突然就被曲霄按在了墙上 曲霄挑逗地贴在他耳朵上说着 你来了 傅林峰一把甩开了他 说着自己只是来看 阿元在不在这里 他隔着两天要找疯了 曲霄捧起他的头 深情地问着 到底是来找自己的 还是费原的 傅林峰红着脸 眼神多闪开了 支支吾吾 半天也没说出来找谁 曲霄又一次把他的脸 端正叫他回答自己 然后两人就抱在了一起 傅林峰心跳得扑通扑通的快 可能自己就是来找他的吧 曲霄撩起他的头发 还真是可爱死了 傅林峰害羞地 把他推开 让他闭嘴 曲霄顺时拉起了他的手 把他带到了自己房间里 傅林峰还在问着 是不是费原在这里 曲霄转头看了他一眼 然后做了个虚的手势 牵起了他的手说着 口是心非是要受到惩罚的 傅林峰娇羞地问着他要干嘛 曲霄什么都没说 就吻了下去 手指慢慢向下滑动着 傅林峰害羞地说着 别 痒死了 曲霄根本没有停的意思 继续向下滑着 然后趴在他的耳边 轻轻地说着 一会就不痒了 运动结束 傅林峰穿着衣服 曲霄还贴心地过来 帮他一起穿 然后让他去浴室 他帮他一起 傅林峰脸上的红韵还没退 大喊着你还来 结果就被曲霄抱了起来 说自己只是想洗澡 没别的意思 夜晚曲霄把傅林峰哄睡了 但自己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他刚出房间门 费员就走了过来 还没等费员开口 他就打断了费员 去客厅说 两人边走边说 费坤联系费员了 约今天晚上见面 他现在就出去 曲霄看着他 确定要一个人出去吗 用不用他叫人保护一下 费员斩钉截铁地说着 不用 不管如何 他都要自己去面对去解决 费员站在阳台上 给杜良秋打着电话 说了阿元已经去见费坤了 只要他跟着费员 就能找到费坤 阿秋在电话那头 牙齿都要咬碎了 说着 这次一定要抓到他 曲霄还调侃地问他 听你的语气 又挨巴掌了 阿秋在电话那头对着他 他挨巴掌也比曲霄骗人强 曲霄笑笑 骗人有糖吃 阿秋老老实实地 只有巴掌吃 电话那头冷笑了一声说着 我看你什么时候自讨苦吃 曲霄又深吸了一口烟说着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小布怎么样 阿秋看着杜碗堂 抱着小布快乐的样子 说着 堂爷怪喜欢他的 笑容也多了 曲霄又吸了一口烟问道 阿秋 如果堂爷是你的杀父仇人 你会怎样 阿秋看着堂爷抱着小布说着 无所谓 他只想要堂爷 怎么了 你犹豫了 因为傅林峰 也对 横竖都是你重要的亲人 曲霄眼神又恢复了坚定说着 没什么好犹豫的 阿秋看着自己的手 那就好 像他们这种人 想得到心爱的东西 不识点手段是不行的 曲霄挂掉电话 他没办法 林峰 阿元哥他都对不起 但是他必须找到 杀他妈妈的凶手 他不能让妈妈死得不明不白 他必须为妈妈报仇